詞曲 李宗盛 我知道現在都沒整明白 為啥你要選擇離開 還記得小時候玩的玻璃球 還有你最愛喝的大叉子 其實我每天都想家 也總想往家裡打個電話 外邊的日子也鬧心巴拉 在這兒趕我也醉了想家 兄弟啊想你了 你在哪個當還好嗎 也不說主動來個電話 問問這邊咋樣了 兄弟啊放心吧 我在這高達挺好的 過年過久回家來了 你就等著叫好吧 等我回家 我不明白你到底追求啥 身在雨香 你過得還好嗎 外邊的窗 外邊的窗 不比家裡的大 晚上冷了 你要蓋點啥 過年高低 我肯定回家 記得幫我 嘗看看爸媽 雙哥倆 怎麼會還好的 然後走 不说主动来个电话 问问这边咋样了 兄弟啊 放心吧 我在这高达挺好的 多年我就回家来了 你就等着 瞧好吧 等我回家 兄弟 等你回家 兄弟你瘦了 看着疲惫啊 一路风尘盖不住 岁月的脸颊 兄弟你变了 变得沉默了 说说把那些放在心里的话 兄弟我们的青春 就是长在那心底 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开的话 兄弟你说了 以后就不拼了 只想做爱 拼个未来每步都很走心 你会看到我的爱 永不退缩 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要挺胸 用不起内 永不放弃的 往前冲 男人一生一条路 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 哭一点泪 哭一点泪 一点算什么 我一定扛得住 人生总是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 我会扛得住 扛得住 别问我痛算什么 默默的忍耐越做越勇 永不退缩肩膀扛的都是梦 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的英雄 别担心别怀疑自己 兄弟们干一杯明天继续 拼个未来每步都很走心 你会看到我的爱 永不退缩 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要挺胸 用不起内 永不放弃的 往前冲 男人一生一条路 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 哭一点泪一点算什么 我一定扛得住 人生总是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 我会扛得住 扛得住 扛不扛得住啊 斗哥 两个小孩扛不住 会有点想扛 扛不住 我试着扛得住 男人一生一条路 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 哭一点泪一点泪一点算什么 我一定扛得住 人生总是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 我会扛不住 我会扛得住 我扛扛扛得住 我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我们是CIO 天地球 长长久久 英勤和久 从新创业也是担大多多 也是非常辛苦 没有模式 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说 创业家真的很困难 不会的 没有地方可以问的 大家都是老板 你要回去问谁 你要学习 去那里学习 我之前的时候啊 我没约做老板 我从早做到晚 什么都做 我老街看什么又是我 策划所有图又是我 看工又是我 哇 什么都是我 连开单我都要看过啊 为什么 我不放心 我也觉得这个传统的生意 不能够维持长久 完全不懂生意的模式 我觉得改变世界很困难的事 我很害怕改变 员工啊 不是很乐意听你讲 我就很辛苦 很辛苦 因为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世界一直在变 所以当我看到 拿到Kelvin的商品模式 我就来上了这个课 我的人生因为学习的改变 因为我的老公带我来 我如果没有他 不可能会再上课啊 很多一些外面的朋友都说 你不可能维持到一年 你一年一定倒的 我一年还在维持 还在继续做 然后他说三年 三年你一定倒的 三年我还是在 还在做这 你要改变 你就要学习 不要跟我讲你不知道 你不会 你不会什么 因为你没有用心再学 三 大家都会看上语课 上语真的很好用 为什么 在上课前 我的店是这样的 上课后 我的店 已经装修好了 上课后 我们学会了何处伙伴 自己不会的东西 表面也来 我们是老板来的 我们要懂得容忍进来 帮忙我们去处理 这几个人是处理不了这么多事情的 从三营模式 我的销真的是翻费了 那时还没有来上三营的时候 我是两个人 到三个人的团队 今天上好三营过后 我的团队增长了60个人 我加入这个MillionA 加入这个行业奖师 真的很值得 因为 我每次回来 我都有非常大的起爆 我跟我书记是 我跟他讲 21号啊 OK ABC啊 讲什么都OK的 没有跟你讲都OK的 虽然啦 虽然起初喔 有一点肥肝啦 因为他大我很多 他有做工情愿 他至少十年耶 我一定要带我的团队去这场客 什么都不重要 团队最重要 他都每一次讲的话 都给人家很多的一个肯定 一句就够了 不用多了 那我真的很拜他 从2016 2017 我跟他 我就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改变 到2018 我去拿百大企业奖 做一个手机老拿什么百大企业奖 2017我去拿titel 我一定要拿来做梦 可是到今天 真的不一样 只要你是对的人 只要你做的是分享好的人 肯定你可以把这种子哦 种子下去给更多的人 我的用拿大企业奖的模式 立他用真诚去感动人家 他给我机会了嘛 我跟五个人坏耶 到最后他回来找我耶 我瞬间觉得 我遇到大企业奖真的是对了 我很感恩拿多凯兵 给我们这样一个棒的平台 其实我一直用工作来压抑我自己 我根本没有走出来过 我每天遇到烦的事情 我就工作工作工作 我根本没有生活 这七年我就是一直在工作 可是在OE这个平台我要走出来 不要因为挫折变得不要学习 不要因为一点小脱车 打断自己的人生 不要做老板 我们要做企业家 你尝试改变 你可能会创造历史 你不敢改变 你终将成为历史 今年的2020年 一场COVID-19 政府宣布MCO 来了几场的CMCO 把我从天堂 掉上了地狱 一个MCO 三个月我没有的台电 我的消费却一直在增加 在MCO的这段期间 我真的是曾经厉害过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就成功了 觉得改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很害怕改变 所以最后我选择了逃避 直到我跟他的第二次 我就在网上看到 欧易结清商学业 突然间有看到这条友文 我静下来 我脑海在想他所教我的一切 我脑海在想他所告诉我的一切 我脑海在想他所告诉我的一切 我脑海在想他他挺我的一切 他十二零一三年 十大杰出青年 他十二零一八年 亚洲杰出青年 他十二零一九年 全球华人杰出青年 他是我最敬爱的明星 实在意学逻辑企业导师 DOTO DR.YOWING GO 成交是要从内心的 只要你在事业上面对的问题 只要你不逃避 你不骗人 100%你能够翻身 今年MCO遇到疫情 如果不是有DOTO的教诲 教我们怎样去打造这个市场 教我们怎样去应对这个市场 我想今天我已经死定了 就在这个MCO期间 我突然间跳到另一个高度 到最后让我起到最高的 就是DOTO的汽车大会 是MCO的那段汽车 我是有报名要online课的 那段汽车我真的非常感恩DOTO 一直在嚣导着我们 我发现我没有这样迷茫 我也没有这样害怕 DOTO让我知道我可以选择变得更好 你让我看到我是有希望的 在MCO期间 如果不是你别说班月号 我不打我的通校了 2020年疫情的影响下 我的业绩增长了30% 我接触偶遇过后 我到处开分行 我生意比去年增加30% 班队比去年增加一倍 三个月里面 我们抓了400万左右的营业额 今年的MCO前半段 我面临退休 可是后半段 因为用了DOTO教的方式 我的业绩提升了30% 谢谢DOTO 都是DOTO的功劳 非常非常的感恩你 DOTO 我很真诚地跟DOTO讲一声感恩 DOTO陪我走过MCO最迷惶 最恐慌的事情 谢谢DOTO 我会跟随DOTO 继续创造我更辉煌 更精彩的人生 DOTO 我今天想要告诉你 在我人生中 在最需要人的时候 只有你可以救那一些人 你对我的鼓励 就等于是一份动力 你对我的动力 让我重生啦 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努力 跟随我的millionaire这么多 我不能够停的 我一停会影响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 一念而已 就一念 你们不知道 你们真的不知道 有时候你们讲的一句话 已经在改变一个人了 OE 一定能够找到你要找的答案 HELLO HELLO 是我们在线上的家园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 成交受闲的实战学习大会 来 在开始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 在评论区互动一下 我们先把那个评论区 热闹起来先 HELLO 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有在线的家园朋友们 打个招呼 Hi 都有在吗 哇 今天很快 马上到2000人了 今天呢 我们马上马上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因为自己学习是不够的 我们要sharing给身边的家园朋友们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你们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take三位朋友 以及在评论区 HASHTAGDDCK 我们将会送你三场不同学习大会的笔记 记得记得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take三位朋友 OK 在看的同时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一定要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好 我们一起一起跟身边的家园朋友们一起学习 HELLO 看到很多人 HELLO 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也是非常热闹的一天 自制满满的一晚 好不好 记得记得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take三位朋友 以及在评论区 HASHTAGDDCK 我们将送你三场不同学习大会的笔记 HASHTAGDDCK 来来来 我们呼吁呼吁 马上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好不好 来 快点快点 我们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take三位朋友 然后在评论区 HASHTAGDDCK 我们将送你三场不同学习大会的笔记 HASHTAGDDCK Hi 来 晚上好 好 今晚也是很热闹很热闹 大家晚上好 WOW 好 那么成交收钱呢 学习大会这堂课程的Copyright 将归OE 捷信上学院董事长 Dr.Kelvin Q 所有 来在线上的你们准备好 进入这个学习满满的这个学习大会吗 好 大家晚上好 Hi 我看到Alpha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家人都有在线上喔 宝宝吃饱了吗 我吃饱了 你们大家吃饱了吗 吃饱就要准备学习了 OK 在我们的导师出场之前呢 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 我就加入他的团队 MK董 那时候我就在想 一个那么传统的企业 为什么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大将 跟随他支持他呢 他成交团队的功力震撼了我 也在2018年我就加入了这个欧易捷亲商学院 那时候我在想 他成交团队卖床联OK啦 可是卖课程可以吗 他没有学历的我 但是他让我见证了他第一堂课程4980 他成交了20个人 而且在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没有人脉之下可以把课程进行的那么顺利 可见他的成交功力是多么的强大 那在两年之后呢 他说他要卖总裁配到29,600 哇哦那时候我就有点傻眼了 但是时间证明了他成交功力是足够到位了 总裁班呢已经开办了21届 也在去年我再次见证了 他在一场内部的活动呢 融资了1000万 空手道拿下欧易度假山庄 我见证了他成交团队 成交股东 成交顾客的实力 那每一次成交呢 他都让我觉得 为什么成交可以那么的简单 那么轻松那么的容易 他说成交是有方法的 成交是有方程式的 那么到底他用对了什么方法和方程式呢 他就是我的师傅 今天他将在线上跟大家分享 成交收钱的这个秘诀 来在线上的你们准备好了吗 来记得hashtagddck 我们将会送出不同学习大会的笔记 三场不同学习大会的笔记 记得hashtagddck 记得把这个like and share the detail 三位朋友 好马上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导师了 他是2013年马来西亚十大结束青年 他是2018年亚洲结束青年 他是2019年全球结束青年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2019年全球结束青年 dododo的Kelvin Q 平安心 平安心 I saidDDCK Yeah Hello Hello 世界各地的学习们 大家晚上好 听到我的声音吗 如果听到我的声音 觉得声音OK的话 按一个E 来我们今天要开战了 开成交收钱实战学习大会的一个大战 来今天进来的人 OK今天进来的人 我给你一个承诺 接下去的每一分钟 每一分钟都是重点 每一分钟都是重点 我确定带来 今天我会带来给所有的学员 满满满满的实战知识 好不好 OK好 听到我的声音啊 声音没问题啊 好我就来开始我们谈谈成交 我们不啰嗦 来 什么是成交 我想问学员们 在你们的心里 什么是成交 什么是成交啊 团队学员们 什么是成交 收钱 开单 什么是成交 人生离不开成交 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成交 什么是成交 成交在人家脑里面就是收钱 其实成交不单单只是开单 不单单只是收钱 我们人生一处是 我们都要成交 什么要成交 今天你努力 你那么努力做工 你希望成交什么 你想不想成交你父母对你的尊重 我们一起互动啊今天啊 想的先想 你努力做工 想不想得到你成交父母对你的认可 我知道你很累啊 孩子我以你为傲啊 这句话重要不重要对你 孩子 你那么努力 你可不渴望成交你老婆对你的认可 我老公是最棒的 我老公是最优秀的 想不想 老婆的认可重要不重要 所以我想问你 你那么努力做工 到底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成交你的父母孩子 跟另一半 我们那么努力 都是渴望得到我们的另一半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的认可尊重 对还是不对 这个叫成交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人生 从一出事开始 就离不开成交 包括你退休过后 你退休过后要成交什么 成交你的孙对你的尊重 成交你的孩子多一点回来陪你 对不对 我们的人生每一刻都要成交 今天你在公司你希望成交什么 你喜不希望成交 团队对你的认可 如果团队尊重你 团队相信你的战略 问问自己你的企业会不会被 为什么我们的生意会难做 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成交我们的团队 所以我们的生意卡着 为什么我们需要孤军作战 因为我们没有成交我们的团队 为什么生意难做 我们成交不了客户的心 为什么企业无法发展 我们成交不了股东投资我们 所以 来 如果你能够成交你的股东 你能够成交你的股东投资你 你能够成交你的团队跟你一起打仗 认可你 你能够成交你的顾客 不断地持续购买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最幸福的 我想告诉大家 最幸福的人生 就是能够成交的人生 能够成交的人 绝对不会穷 能够成交的人 绝对不会烦钱 来 刚刚进来的朋友注意 今天我会给你实战学 我只渴望你给我一样东西 OK 学出去 take三个朋友 学出去 take三个朋友 现在有3200个人 我希望我有3200个share 好不好 share出去 这三个朋友 今天我会给你满满的知识 take DDCK 我会给你三场学习大会的笔记 三场学习大会的笔记 OK 这个 新转型之路 新营销跟三银模式 三场都是我的线上的王牌课 OK 三场学习大会的笔记 我会 take 全部人都会收到 只要是take 有share出去的 全部人都会收到 注意 只要是share出去的 有share地ck的 全部人都会买E-mail 明天跟后天都会收到 我这三堂重要课程的笔记 对你 绝对有用在现在 好不好 这个笔记包括转型之路 转型的10个战列 转型的10个法则 OK 以团队股东 顾客撞到的三银模式 OK 笔记都在里面 记得 take三个你最重要的朋友 take三个你认为 做企业 认为他做 在人生事业上 会影响他的朋友 你重要的朋友 OK 所以如果 我们能够成交我们的股东 投资我们 我们能够成交我们的团队 我们能够成交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很快乐 是还是不是 是的话 按一个一 成交这三个东西 只要会成交的人 不用烦恼钱 会成交的人 人生一定美好的 我觉得我人生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企业文化 第二个东西 路演 第三个东西 就是成交 因为我能够成交 所以我不需要上班 我的功课很简单罢了 就是分享 看书 上Facebook 分享 看书 上Facebook 我的工作全部 都有团队去做的 因为我能够成交团队 然后我要做任何的事业 我要买度假村 我要发展项目 我要投资饮食 我要投资科技公司 全部都不用钱的 因为我能够成交股东 OK 左手成交股东 右手投资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人生 我要把 在这堂课里面 我要把这些秘诀 都慢慢的分享出来 让大家能够轻松的成交 在这个疫情过后 我们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 这个疫情过后 我们只有第一个功课 第一个功课就是 马上收钱 布局成交 没有别的了 对我们来说 疫情过后收钱太重要了 认同不认同 认同的话按一个E 认同的话写认同 或者按一个E 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交不到 今天我们做审议 我想问你 做审议 你是跟认识的买 还是不认识的买 太小声了 认识买还是不认识的买 认识的买 ok 跟认识的买对不对 那我想问你 你花多少时间 在跟你的客户做朋友 你花多少时间 在跟你的客户交流 你花多少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意做不好 为什么我们成交不到股东 为什么我们成交不到团队 我想问你 你花多少时间在团队身上 让他们得到你的尊重 你花多少时间培养团队 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知道一个东西 为什么你成交不到 为什么你成交不到老板 为什么老板就是喜欢这个 老板就是喜欢这个 就是不喜欢你 什么原因老板不拉你一把 什么原因老板把机会给A给B 就是不给你 什么原因 你没有成交到老板的心 你不知道老板要什么 我告诉你在公司很简单的 如果今天你是在打工的 ok 在公司你只需要成交一个人 你只要能够成交老板 对你的认可 你在公司 一定节节日商 ok 一定步步高升 就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不能够步步高升呢 因为你还不能够成交你的老板 ok 所以你有多认真来看待这个成交 ok 所以如果你会成交你的老板 你的机会一定比人家多 ok 认同不认同 所以今天我们买产品 你买的是一个产品 今天你要买一件衣服 好 比如讲今天你要买一个Prada的衣服 ok 你喜欢这个品牌 你喜欢这个品牌 可是你去到这间公司里面 你看到他的人很鸟样 ok 很鸟样 对你爱理不理 可是你喜欢哦 可是他就是很鸟样 你会买还是不会买 会买的写会 不会买的写 no 会买的写yes 不会买的写no 我们今天互动 慢慢互动 慢慢交流 我保证今天你获益两朵好不好 好 刚进来记得分享出去 text三个朋友 每一分钟都是实战的知识 每一分钟都是重点 所以会买的写yes 不会买的写no 那为什么no呢 为什么no 你喜欢这个产品 你喜欢这个品牌 对不对 为什么no 很简单 因为是人 ok 如果今天我要成交 我每次做生意 怎样成交的 比如说我做一个resort ok 我怎样被成交的 我就跟我的人讲 跟谁 给谁contation 给欧一米那一家人contation 不管我是做装修 做冷气 做moset 从A到Z 我都是给欧一米那一家人做contation 我不管什么品牌 我不管什么品牌 不重要 我对的是人 所以成交到最后 还是那个人 ok 所以品牌是重要吗 重要的 品牌是重要的 产品是重要的 可是人 是最后一关的关键因素 明白吗 ok 再来 如何分辨成交高手 如何分辨你是不是成交高手 如果你是成交高手 今天你的生活是不返钱的 ok跟你说 面对一个现实 如果你是成交高手 你的生活是不返钱的 ok 成交高手不一定是老板 如果你在公司是成交高手 你一定是高管 你因为你能够成交老板 成交团队 ok 如果你在家里是成交高手 在家里你是瓦西的那个人 ok 你成交的父母 成交的孩子 成交的兄弟姐妹 ok 如果在顾客这里你是成交高手 顾客会主动打给你 你课啥 我想找你买保险 你课啥 我想找你签课程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成交高手 所以如果你是成交高手 今天你一定不缺钱 认同不认同 认同打一个yes ok 认同打一个yes 来 ok 今天潇洒潇洒的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刚进来的朋友 学出去的三个朋友 今天我会送你三个学习大会的笔记本 ok 三零模式 新品牌营销 还有转型之路 企业的转型之路 ok 只要是学出去的 Expect DDCK的 今天一定 明天跟后天一定收到我的笔记 一定email收到我的笔记 so 如何分别 成交高手 怎样分别 我讲嘛 如果你是成交高手 今天你一定不缺钱 ok 不管是做企业 还是做个人的事业的 都一样 so来 成交高手 不会卖你产品的 成交高手 是解决你的问题 所有的成交高手 什么叫解决问题 今天 你去买磁砖 今天你去买WEE 到底你是去买马桶 ok 还是要解决你家的问题 今天你要去买一个马桶 你是不是 要去选一个 适合你家的马桶 来解决你家 你没有马桶的问题 今天你要买carpet 你是不是要买一个carpet 温暖你的家 来解决你家的问题 今天你要上课 是不是要学习 成交的智慧 来解决你成交的弱点 so今天你要去买衣服 是不是要让你变得更帅 对不对 解决你更有型的问题 解决你更漂亮的问题 所以成交高手 品牌的成交高手 他都是在解决 时下的问题 他都是在解决你的问题 会 越会解决别人问题的人 越有钱 一样的道理 今天你能够解决老板的问题吗 如果今天你能够解决你老板的问题 ok 你一定是公司的高管 你能够解决老板多大的问题 你就多受重用 你能够解决客户的多重要的问题 你就多有钱 因为你解决别人的问题 就好像现在打针 现在打针 如果现在有的卖针 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都是最小的问题 如果现在我们可以去打针 可以选择针打 一只一百块打不打 一只两百打不打 一只两百打得安逸 ok 我们很多人都想打针 打不到要等 对还是不对 如果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打不打 所以谁能够解决问题 谁就是成交高手 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交不到呢 我们只想着怎样卖产品 我们只想着怎样守钱 我们没有想着 怎样解决别人的问题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上等人 他们都是在解决人家的问题 所以生意很好 为什么苹果那么好卖 apple这么好卖 为什么 它解决了你的问题 解决了你的方便 所以你的孩子不需要学 怎样用苹果 他都懂怎样用 他解决了你的问题 ok 所以以前我们买手机 买相机的时候 还要学怎样用 为什么现在用手机的相机 不用学了 你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吗 他解决了你的痛点 来 所以一起讲这句话 重要 ok 谁是成交高手 能够解决问题的叫成交高手 明白的 安逸 明白的安逸 来 记得 记得分享出去 三个朋友 明白的安逸 来 继续 成交不是为了自己 永远要记得一个东西 今天我不管你是做老板 做个人的业务 成交不是为了自己 做父母也是一样 今天你养孩子不是为了自己 生了孩子过后我们是有责任的 不是为了自己 我们希望他过更好的生活 成交不是为了自己 成交是你能够给他什么 如果你没有想到你能够给他什么 你是成交不到的 所以你要想想 今天你想成交一个顾客 你想成交股东 你想成交团队 你能给他什么 如果包包跟着我没有前途 包包跟着我赚不到钱 我成交得到他吗 包包跟着我看不到未来 我成交得到他吗 我成交不到他了 所以我要成交爸爸 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跟着我一定赚得到钱 第二个条件 跟着我一定看得到未来 我的公司一定是有梦想的 我的公司一定是有愿景的 那如果跟着一个看不到未来的老板 你他一定离开你的 所以老板要成交团队 一定要给他看到未来 OK 要成交顾客 你能够给他什么是别人不能给的 不要一直讲价钱 不要一直繁钱 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钱的问题 等一下你会慢慢知道 为什么我讲不是钱的问题 所有所有的大企业家 所有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是成交高手 有人说是吗 老师 政治人物是成交高手吗 高手来的 所有在你在台面上看到的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政治人物 都是一等一的成交高手 都是一等一的成交高手 今天一个称之人物 OK 要你投票 你在新加坡 你在台湾 你为了投一张选票 你特地远从新加坡 从台湾飞回来投票 有没有这样做 有没有这样做 OK 有的安逸 来 有的安逸 OK 特地为了投一张选票而回来 他是不是成交了你 因为你渴望能够选到你的YB 你渴望换政府 他成交了你 OK 大企业家呢 如果大企业家不懂得成交 怎样成交你买他的产品 来 大企业家用什么成交你 用品牌成交你 他们为什么请代言人 来 今天为什么一个产品要请代言人 OK 他用这个代言人来成交你 为什么你就是要买这个品牌 OK 他用这个品牌来成交你 所有的大企业家政治家都是成交高手 所以你是不是下一个成交高手 是的话按一个E 来 是的话按一个E 今天很多铁粉 很多DTCK DTCK 还有很多铁粉 来 记得学出去Tax 三个朋友 还有更精彩的 来 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成交 如果今天老板叫你进来 你一定要记得写录给老板 有什么东西在公司可以改善 不要浪费这两个小时 所以老板叫你进来 一定要写录给老板 老板记得一定要take你的团队 然后叫你的团队写录 好不好 这个是他们在MCO一定要做的功课 为什么 MCO过后我们就要成交收钱 OK 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成交 六个无法成交的原因 第一个 第一个原因 我们不够想要 为什么我们成交不到我们老板中用我们 我们不够想要 你够想要你一定会找老板谈 谈你的梦想 谈你的目标 为什么你成交不到你的客户 你不够想要 为什么你成交不到股东投资你 你也不够想要 你没有跟股东想到三银的模式 OK 你不相信你的产品 为什么你成交不到 今天你卖家居 你成交不到 因为你觉得你的家居不够好 你觉得你的家居不够漂亮 你今天做微商的卖产品 你觉得你的产品帮不到客户 你的产品减肥没有效果 你觉得你的must 没有效果 所以你不相信你的产品 如果你不相信你的产品 你千万不要卖这个产品 如果你卖这个产品 你一定要足够相信这个产品 OK 第三 对产品的模式不够了解 不够了解这个产品的模式 你怎样去说服顾客呢 你都说服不了你自己 你怎样说服顾客 你觉得是价钱的问题 这个总是在我们脑袋的问题 为什么那个人不要买啊 因为他觉得很贵咯 为什么他觉得很贵 你没有给他看到价值 如果他看到这个价值 没有一个东西是贵的 很奇怪的 价值是重点来的 你有没有讲到这个东西的价值 等一下你慢慢会更明白 来 相信顾客的借口 我只是来看看罢了 来我跟你说 有人家得空咩 每天去驾驶店看 去布店看 去卫衣店看 对不对 好 来了解一下你的产品 有人家得空咩 不得谬谬的 只要有走过你的店 只要会扩进来的 都是要被你成交的 只是你的成交功力不够 OK 今天我要把它摊开讲 到底你哪里做的不好 好不好 没有学习成交的知识 今天你就会慢慢知道 成交的知识到底有多重要 记得学出去 tag三个朋友 学出去tag三个朋友 今天我要送三个学习大会的笔记 其实今天我要给你 实战满满的成交知识 OK 来 继续 OK 成交钱是最大的问题吗 很多人说老师成交不到 钱是问题 他讲很贵耶 他觉得很贵耶 就很像我做马来版的这个波商诗带 波商诗带 OK 我们卖的价钱 跟华语版的也是一样 本来 这个 Nikos要卖少一个零的 你讲 Nikos你想我死吗 卖少一个零 我就讲 然后他就讲 可能 这个市场 可能他们会觉得贵耶 我讲不可能 我讲不可能 我们要懂得展现我们的价值 到最后卖的价钱 跟华语市场一样 也是卖到50耶 为什么 因为Nikos到最后 懂得讲出他的价值 所以钱绝对不是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讲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呢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你喜欢花钱吗 花钱绝对是一个享受 认同不认同 认同的 请按一个E 花钱是不是一个享受 OK 刚才我看到一个讲 Hi boss I'm here 来 今天你要成交的老板 为什么你成交不当的老板 你问你自己吗 你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告诉你 高手都在解决老板的问题的 如果老板每天很忙 证明你实力不够 对不对 你一定要让老板编残废 为什么要让老板编残废呢 你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帮他做完 你一定很值钱的 老板才有空去布局他的企业 就好像我的MK这样我是不需要做的 完全不需要做工的 所以那天我朋友还剩有我 诶你真的完全没有做了 没MK 真的 我已经五年没有做了 我一年只上一天班罢了 就是anernina 现在够力MCO 连anernina都没有 连一天班都不用上了 anernina那天我要上台支持罢了 我做精神领袖 做精神领袖 我做chairman就好了 我不需要做工 所以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OK 我的团队都成交了我 每一个部门都能够独当一面 我的hr部门 我的account部门 我的marketing部门 我的mis部门 我的installer部门 每一个部门都能够独当一面 所以我不需要上班 那为什么老板那么忙呢 因为你们不能够独当一面 那你们不能够独当一面 你们就不值钱 你要成交的老板 你一定要能够独当一面 解决那个他解决不大的问题 谁能够解决到老板的问题 谁就值钱 成交老板今天回去就 所以为什么花钱是一个享受 我想问你 你有买过超过你预算的东西吗 有的话写有 有的话写有 OK 来 你有买过超过你预算的东西吗 什么叫超过预算的东西 我跟你分享今天你要装修 你要买家 明明你讲的老公老公 我们买200千的家 不小心买一下买一下买到280千有没有 over budget80千了 OK over budget80千什么概念 over了40% OK 今天去看了一个马桶 budget买马桶500块 看到金色的马桶 哇太豪华了 800块 又over budget了30% 好 今天要买地砖 明明讲一方程要买10块的 好 去到那边13块 很漂亮 真的太漂亮了 差3块罢了吗 又over30%了 明明装修是300千了 变装修600千 有没有发生过 有没有发生过 所以钱 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什么 如果你花钱买了超过你预算的东西 说明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说明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花钱是一个享受 所以刚进来的朋友 记得share出去 text三个朋友 今天我要 今天只要share出去text三个朋友的人 你们都会收到 我三个主要线上课程的重点笔记 OK 所以花钱是一种享受 很多人觉得是价钱的问题 我想问你 如果你小时候想买一个玩具 你是不是酷都酷到为止 对不对 所以跟钱有关吗 对不对 你想买一辆BM 明明你的价钱是买多大的 挤都挤到来 对不对 老公支持我一点 爸爸支持我一点 对不对 挤都挤来 所以你要买的东西跟银行借论的借来 你要买的东西刷卡都刷来 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对不对 对 所以搞清楚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交 因为我们没有方程式 为什么不能成交 因为我们没有方程式 来 写出去text三个朋友就过五千了 需要你们写出去text三个朋友就过五千了 来 OK 所以成交80%是人的生意 OK 就很像KB OK KB刚刚留言 我看到 KB他做Tinter的 他的Tinter 什么牌子我都不懂 可是我的度假存是用他的Tinter的 为什么 因为人 这个叫做关系 OK 为什么这个工程你借不到别人借得到 为什么这个工程你借不到别人借得到 因为你忽略了一个东西 借得到的人 人 有搞PR 里面有搞PR 因为人 OK 品牌 产品重要 可是没有比人重要 所以一切的根源在于人 人占了80% 人占了80% 20%才是产品的生意 所以先搞清楚 20%才是产品的生意 今天十个讲师在那边讲课 每个都很会讲 你要签谁的单 今天一个签人大会 十个讲师讲课 你只有价钱一个老师罢了 全部都很会讲你要签谁的单 你一定会签一个 你感觉最舒服的老师 你绝对不会签一个最会讲的 最舒服的那个一定被你签到的 这个就是这个老师我喜欢 这个感觉很好 我知道他会帮到我 这样罢了 对不对 所以80%是人的生意 谢谢你们的 所以过了五千 再take三个朋友 来 再来 五个必定成交的定力 如果你每次成交不到 你做业务的也好 做搞管也好 做老板也好 一直成交不到 团队成交不到 顾客成交不到 股东成交不到 我们研究这五个东西 五个必定成交的定力 那什么定力 第一 我们在成交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他是不是做最终决定的人 到底是老公做决定 还是老婆做决定 爸爸做决定 还是孩子做决定 OK 这个人有没有能力给钱 给钱的是谁 OK 你给他的感觉 当对的人了 有能力给钱的 你 是不是跟他的频率拉到一样 频率要一样 听雷六的时候 频率不一样 是听不到雷六楼 很吵的 所以听雷六的时候 一定要调到对频率 我们才可以听到 对不对 OK 对品牌产品的信心 这个是前面 今天那个人进来你的店 就是喜欢你的品牌 喜欢你的产品 能不能够成交 就是喜欢不喜欢你这个人 一样的 你不相信是吗 买保险 保险有那么多品牌 好有大东方啦 AIA啦 还有Potential 对不对 今天我问你 你到底是跟人买 还是跟品牌买 你有看过一个人这样吗 我指定要买AIA 我指定要买Potential 我指定要买大东方 有没有 有没有 还是指定跟谁买 我指定要跟谁买保险 那个人 OK 卖什么品牌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你是要跟那个人买的 微商产品也是一样 M-way也是一样 好 今天你卖M-way 对不对 那么多人你要跟谁买 你要跟你想买的人 今天 M-way跟陈燕 两个都是很好的产品 你在想要吃陈燕 还是吃M-way的时候怎样 你会怎样 你就看你朋友卖什么咯 你朋友卖陈燕 你就吃陈燕咯 你朋友卖M-way 你就吃M-way咯 是还是不是 是的话按一个E 来 是的话按一个E 今天你买保险 是不是跟人买 还是要指定品牌 指定品牌按2 跟人买按1 好 如果你指定我要买大东方 我要买Potentia 按2 跟人买按1 来 所以你讲人 是不是那个关键因素 你会不会成交 今天既然在你面前的 准备被你成交了 OK 准备被你 就好像我买保险 我只跟OE Millionaire加人买保险 然后我管他卖什么保险 我是对OE Millionaire加人 这个是我的门槛 我要做任何的神力 任何的买卖 我要买电脑 我就跟一个想 OE Millionaire 谁有卖电脑的 Simon Pong有卖电脑 跟Simon Pong买 就这么简单 我要搞Event OE Millionaire加人 谁搞Event 我就搞Event 我不管你什么品牌 因为最后是那个人 那个人 明白吗 OK明白案例 对了啦 再来 你可以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对 什么叫好处 今天我被他成交我爽 因为他被我成交 我们互相成交的 所以为什么你会被他成交 对吗 就像妮妮这样 你像Kelvin Kelvin Law support妮妮的课程 如果有一天妮妮要买了保险 跟Kelvin Law 还讲爽 我喜欢被他成交啊 我被他成交爽 因为他成交我 我成交他嘛 你看到吗 所以你可以给他带来好处 不是钱的问题 是这个人跟你平利是不是一样 这个人是不是你要的人 对还是不对 明白的按一个意 来 明白的按一个利 所以为什么不能够成交 思考这五个问题 思考这五个问题 往往错在第三个问题 你给人家的感觉错了 OK来 成交三大法则 成交三大法则 OK这堂课为什么要hot 因为讲的是最直接 最落地最粗暴的成交收钱 OK 第一个 我们每次倒反的 我们每次成交 为什么呢 当一个人来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多少钱啊 没有没有 这个是来自意大利的 这个 这个颜色 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这个东西 我说多少钱 没有没有 等一下先你听听我讲先 来 试试吗 试试不试试 试试 进去一个 Likon 车行 这辆车多少钱啊 等一下 先不要讲钱 看它的颜色 看它的性格 我跟你介绍 你的价格 你要买三百千的车的 一开价一百万 介绍什么 浪费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先讲价钱 先讲价钱 OK 当它进来的时候 它要买的 OK 可能它的预算是三百千到四百千的时候 它一定会买的 你不要浪费它的时间 对不对 你先讲价钱 再讲价值 再讲价值 OK 很简单的 通常来到这边人家问 明年月多少钱啊 一百千 才跟你讲价值 OK 我不会跟你脱了 半个一个小时才跟你讲的 因为我先跟你知道 这个东西一百千 你今天未来问的是你准备 要给这一百千的 即你心里要给一百千的 即你想要给一百千的 OK 不会说浪费你的时间的 OK 所以我直接讲了一百千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讲了价钱 我才慢慢跟你讲它的价值在哪里 为什么这个东西值一百千 OK 第二 武器法则 什么叫武器法则 今天一个人看你的video OK 一个人留言 一个人走进你的店 OK 一个人问你课程 一个人问你产品价格 他已经是有心要买了的 57%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 57%的顾客知道了你的产品 他来到这里是想配你成交的 也就是说呢 10个进来有5.7个是会成交的 那今天你的公司的走客率多高 10个进来成交1个 走客率走9个 那为什么成交不到呢 OK 你没有讲到那个价值 你没有讲到这个价值 他不喜欢你 不然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 你没有讲出你产品的优点 第二 他不喜欢你 刚进来的朋友 学出去take三个朋友 今天我要送大家 三个学习大会的笔记 OK 学出去take三个朋友 来 再来 所以57%的客户 是准备被你成交的 当问你东西的时候 当进来的时候 准备被你成交 今天一个股东 一个人要投资你的公司 Hey guys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投资计划 OK 他已经要被你成交了 成交不到是你的问题 OK 今天你不想信all in minate家人 好 你们要进minate 是不是准备要被成交了 只是看被哪里的教练成交罢了 今天你们投资度假村 是不是你有问度假村 是不是准备要成交了 只是看那个教练 有没有能力成交你罢了 对啊 是不对 就是你有信要的 不然你不会问的 你没有信想要想要投资 你没有信想要进minate 你连问都不会问的 对不对 OK 明白的按一个E 来 明白的按一个E 来 继续更精彩的 好 成交三大法则 第三个三大法则叫做成交自己 OK 往往我们成交不了自己 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 OK 比如说我的课程 帮不到人 我成交不到我自己的 我确定我的课程帮得到人 我才会出来讲课的 我确定我的课程帮得到人 我才能够成交我自己的 所以第三个就是要成交你自己 所以不管你做任何行业 今天你做美容的 今天你卖内衣的 今天你卖零食的 今天你做地产的 你不相信你的产品 你不相信你的公司 你已经可以离开了 所以你今天在公司里面 不管你是卖地产 卖保险 OK 卖零食 卖内衣 卖美容 相信自己 你要相信你的产品 今天很简单 今天我的公司 比如说投资一个项目 OK 然后我的人去找商 他不相信这个项目 他还找什么商 他根本已经找不到商了 因为他不相信他自己 他没有成交自己 那怎样快速尽力感 尽量感 你讲的东西有层次 讲的东西有逻辑 OK 所以我想问大家 以上我讲的你认同不认同 从刚才一开始 8点半开始到现在 讲了35分钟 OK 每一分钟是不是重点 以上我讲的认不认同 认同的话按一个1 来 认同的话按一个1 好 认同的话按一个1来 如果我们再问明年 那个1是非的 OK Facebook是比较慢的 OK OK 来 好 很多人写认同了 来 OK 好 你被我成交过吗 为什么我能够成交你来 为什么那么多线上课 你会今天停在这边 为什么 这些都是有formula的 现在我要慢慢揭开 所有线上线下的formula 慢慢来慢慢跟你分享 OK 为什么 OK 来 再来 成交是可以后天训练的吗 绝对可以 好 我很笨的 我小学也笨笨 中学也笨笨 出来社会也笨笨 我都是后天努力训练回来的 后天努力训练回来 这些都是方程式 这些都是方程式 来跟你分享一个文案成交 为什么你会成交到这边 为什么你看到我的Facebook 你会like 看到我的video你会like 看到我的文案你会like 我用的都是IDA理论 1896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刘易思的 研究了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很简单 我今天一讲 你就会马上明白的 好 这个东西 你可以给你的marketing 你可以自己记得 每次写文案的时候 都用这样写 这个文案就是成交 这个文案就是成交 文案每一个文案都要成交 OK 来 第一个关注 为什么我要关注你这个文案 为什么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这个东西怎样让我产生欲望 最后怎样让我会马上行动 会填令给资料 我要听你的课程 为什么 OK 这些都是一个系统 OK 都是一个系统 IDA理论 那今天看看一下 我怎样用IDA理论来成交你来呢 怎样用IDA理论来招商呢 怎样用IDA理论来招股东呢 招股东也是用IDA理论 很简单的 比译这样看一下放大 OK 成交收钱 十大学大会来了 OK 你试试看到这个文案 OK 来 第一个 关注 你就关注到成交收钱 这个主题够吸引 够白 够直接 OK 那吸引到你吗 内容更精彩 来 来 为什么 有的企业现金流远远不接 诶 这个是事实吗 有的企业现金流远不接 为什么有些企业现金流很紧 也是事实吗 这场大会你可以找到答案 OK 由于文明的只可以容纳三千人 OK 内部宣传两千人了 现在票数倒数 很多人有时候 不相信真的咩 这样收一下文明的两三千人 你看现在五千多人 本来今天也是文明的来的 可是我看报名已经超过了 报名已经超过了三千 我就不敢用文明的了 因为上一次就是这样用文明的 渐掉了 所以我马上换来Facebook OK 来 知习天资料 马上送你388的 你看 谢谢大会吗 行动 所以你看啊 我讲的第一句 让你关注 第二句提起你的兴趣 第三句 让你燃烧你的欲望 第四句 行动 填资料来到这里 对啊 是不对 AIDA理论 就这么简单 把这个理论给你的团队 skinshot给他 改天写文乱 就是跟着这个理论 就这么简单 罢了不用跟他复杂 来 第二个你再看看 来 放大 OK 你看到我的share吗 我的like 没有打广告的这个 你看到吗 150千的rich 好 没有打广告的 boost on the level 你看到吗 1,400 share 4万多的view OK 婚姻瓶颈 OK 关注 OK 世界新政 因为婚姻是很多人挑战的问题 OK 当双方婚姻瓶颈的时候 OK 不能用一方角度去批评 双方可以包容吗 欣赏吗 信任吗 有一星期有道理 然后 当做到三点的时候 OK 当然包容一定做到的时候 不能包容的时候一定破裂 对不对 意望嘛 然后这个东西 如果我是要卖 是要卖思维模式的课程 因为我有一个课程是讲 人生家庭事业的 就是思维模式 但是那个课现在没有开嘛 那个先下课嘛 这样我就顺便卖先上课咯 新媒体营销 新动 看一下这个也可以 对不对 我就也是用AIDA理论 明白吗 明白的话 来 明白的话 了解 记得为什么我讲 带团队进来看这单课 他明白了你会省很多力 团队不明白就什么东西 你要自己做 OK 好像我现在很多文案 我的文案很多很多很多 有时候 我自己的是自己写的 学院的我每次叫Ika写 叫我的团队写 叫Gras他们写 我不需要去写 学院的文案他们去写 文案有没有办法写这样的文案 但是 我自己的就自己写 我跟他们讲的Template 他们就自己写 就是这样的Template罢了吗 明白啊 好 明白的写一个明白的话 有时候按一个8 OK 来 明白的写明白跟按一个8 就这么简单 来 我就继续再下去 来 OK 成交六问 OK 为什么我们成交不到 你是谁 OK 你要给我介绍什么 来 今天我介绍你股票 我介绍你买股票 我没有资格 为什么呢 我是谁 我在股票有什么经历 对不对 我在股票有什么战绩 所以我没有资格 所以当你做成交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你自己的 你要交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我讲我的成交 我可以出来讲 我成交股东 成交团队 成交顾客 这个是我的实战经验 OK 因为成交不是收单 成交是成交 OK 收钱 收单是收单 还有区别 OK 来 所以你要给我介绍什么 OK 然后你介绍产品 对我有什么好处 所以第一个你是谁的原因 就是你是不是这个行业的权威 你有没有经验 OK 然后你介绍这个东西 对我有什么好处 OK 如何证明这个产品的服务 跟真实是好的呢 然后为什么我要跟你买 对不对 为什么我跟你买 OK 平时我们有什么关系 哦 因为我看到你的Facebook直播 看了很久了 我认识你 想买衣服 我一定跟你买的 这样 OK 最后为什么我要现在买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OK 现在不买又错过了什么 因为现场版 所以现在不买 成交六问 OK 问问自己这六个东西 可是往往我们做成交 我们没有问 OK 成交四步 OK 其实这四步很简单 今天教导你也马上会的 OK 语速第一步 全部人都要会的语速 一定要会 你不语速你成交不到 今天我就会跟你分享几个语速的案例 很重要 好 语速的案例有改几个新的 OK 记得Tag你的团队 来第二个认知 第一步是议速 第二步是认知 第三步是格局 第四步是方案 就这四步 议速 认知 格局 方案 刚进来的朋友记得分享出去 Tag三个朋友 记得更重要的是带你的团队 跟你的哀疆 还有你的股东 OK 四个东西 那这四步有多难呢 非常容易 我一讲了你就会明白了 OK 我一讲了你就会明白了 来 议速 OK 大学生在夜总会赔酒 你觉得这大学生会被排泄吗 大学生在夜总会赔酒 赔酒 会被排泄吗 会还是不会 我们换另外一个议速 陪酒女郎到学校上课 插演吗 你会怎样看 哎呦 这个陪酒女郎太有上进心了 来到 还要来学校上课 第二个 你的孩子 学习的时候看电视 会被你妈妈 会被你妈妈 会 可是你回去的时候 你看到你孩子在看电视 他讲 爸 虽然是看电视 可是我还是要做功课 哇你会想 安慰这个孩子 会还是不会 来 再来 我才第一次买 比如讲听课程 我才第一次听就要买 是不是太冲动了呢 OK 如果第一次听 就听到我们要听的老师 就找到我们要的感觉 是不是应该买 是不是应该 看到一个好的东西 今天看到这件衣服 看到这个品牌 没有看过这个品牌 一看了 哇 这个衣真的是太美了 我没有看过这样美的衣 买不买 对了 OK 这些都是语素 OK 再来 OK 这个语素 再给你一个更简单的template 上次我没有分享 这次我分享 OK 成交721 很简单的语素 什么要成交721 70% 聊需求 我不是聊产品的 聊需求 OK 把70%的时间花在聊需求 OK 所以做保险做微商的做自销的时间 花来上课 认识多多朋友 越多群也好 认识越多group也好 对不对 因为你才知道市场的需求 当你有机会跟他做朋友 你就有机会成交他 第二 聊价值 聊了需求我才谈价值 OK 第三 我才谈成交 成交只是在最后的10% OK 这个721法则 很简单 就这三个东西 等一下我的分享的案例 都跟这721法则有关了 OK 来 语素 今天一个语素 我们有听过你的牌子 我们中小企业是不是每天面对 不够大品牌红 今天去看一个产品 看一个水壶 我们有听过你的牌子 你们会怎样打的 我们是小公司 所以你们有听过我的牌子 来 死不死 对不对 要买一件衣服 我没有听过你的牌子 我们是小公司 所以没有听过你的牌子 来 所以我们的员工 如果没有受过训练 永远是最贵的成本 为什么 你选了很美的地点 你选了很美的衣服 可是你的员工不懂讲话 是不是让你的客户跑掉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叫你 take你的员工进来 OK 来 你的公司 你看 所以我讲 我先姐姐 有事先 没有听过你的牌子 OK 那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做员工要讲大 如果是我会讲大 如果我进来 欸 我想买这个 可是我没有听过你的牌子 嗯 我的公司 没有花钱在广告上 我的公司 只有一个目标 我的老板只重视一个东西 把钱花在品质上 我老板永远都讲 把品质做到最好 把广告的钱省下来 不要让我们的客户失望 跟你的 跟刚才那个 我的公司是小公司 差严不远啊 来 所以员工要不要做培训 要 然后另外一种呢 哇 你的公司很出名哦 当然 我们每一年 都会把公司的盈利拿来 做广告 为什么要做广告呢 我不做广告 如何让更多的人 知道我们的产品 如何让更多的人 懂我们的公司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公司 不只注重产品 我们的公司 更注重品牌 因为我要给顾客 品牌价值 当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 每个人看到 哇 你是上等社会的 可以穿上这么美的衣服 这个品牌的衣服 啊 明白吗 所以公司出名也好 公司没有听过牌子也好 我们都能用过倚术 OK 用倚术来改变客户的认知 所以员工要不要知道 OK 要的话快快 来 团队也是股东更加要 来 OK 理解不理解 OK 再来 成交 必须记住下来三句话 OK 不管我们在什么定位 我们都要用倚术 来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我们的企业 不要踩低自己 不要挖坑 是咯 我的公司就是不出名 是咯 就我的公司不出名 输掉咯 客户不跑都跑 对不对 本来要买这辆车 对不对 没有听过你的牌子的 我们的公司很小 不出名 死定咯 所以成交必须记下来的三句话 第一句话 如果客户讲 哎呦 很贵咧 怎么小姑你的课程这样贵的 OK 你怎么办 OK 你甘愿 为你的价格解释 为什么你的课程值这个价钱 上你的课可以得到什么 OK 一定要解释 OK 一定要跟他分析 你的优点在哪里 OK 有什么东西是他得不到的 他可以少走多少烟网路 OK 因为我们不管卖任何产品 卖电脑也好 卖服装也好 卖地装也好 我们宁愿为价格解释 我都不宁愿为品质道歉 为什么 如果你为了赚钱 偷工减料 OK 你是不是要为品质道歉 今天我卖的课程 我卖再便宜的好 OK 我卖99块也好 我卖199也好 我卖99块了我跟你讲 我的课程很烂 你骂不骂 你相不相信我卖99块 我的课程烂一定被骂的 为什么 我宁愿为价格解释 为什么我的课程指这个价钱 我都不宁愿为品质道歉 所以在座的所有团队请记得 老板对你们的用心良苦 不要每天讲价格价格价格 你一定要懂得解释这个产品的价值 不然你未来就是要为品质道歉 每天给Google complain 你的产品很烂 写吗 每天给Google complain 你的产品用两下就坏了写吗 所以为了不要走上这条绝路 一定要懂得为价格解释 找出你的东西的价值 来 第二 跟顾客讲 为什么我们要把品质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这个东西指这个价钱 因为外行人比价格 内行人比价值 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价值 懂的人就是比价值的 懂的人 你看一个手表一百万都有人买 懂吗 内行人讲价值 他懂会帮他赚钱吗 不然他买了一百万的手表 他不是啥的吗 ok 来 第三 见价销量 永远是一个不轨路 除非你不要卖那个产品 我做生意只有一个情况会见价 我不要卖了 这个产品我不卖了 我不要看到他难运了 不然永远不可能见价销量了 ok 我做课程 很多朋友 认识的朋友 中学同学 或者小学同学 ok 或者我的老顾客问我有offer吗 我的课程永远都是这个价格的 不管是卖 卖给徒弟也好 ok 卖给老朋友也好 卖给我小学老师也好 都是这样的价格 ok 因为统一 ok 所以我不管做任何东西 我绝对不会见价销售 但是 服务 我一定会给他最好 质量 我一定会给他最好 价值 我一定会给他最好 为什么欧益 在教育界这么竞争的行业 在教育界这么实杀的行业 我们能够脱颖而出 我们有那么多学生听我们 因为欧益永远永远讲的东西 都是这么简单 实战 意学 落地 来到这边一定是实战的 我们不讲不实战的东西 一定是讲容易学的 一定是讲你听得懂的 就像现在你听得懂的 一定是讲能够落地的 ok 这三个 ok 所以我们给的价值 远远超过学生给的学费 这个是我们永远的立场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交无数的学生 为什么那么多学生愿意给了钱过后 愿意赞我们 愿意给了钱过后 愿意给我们分享 愿意给了钱过后 愿意带团队带假人来 就是因为我们给的价值 远远超过他付出的价钱 所以不管做任何审议 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明白了 请安逸 来 ok 成交任职 刚才讲的以术嘛 以术了过后到任职 来 ok 任职 卖书子给和尚这个家业富小的故事 可是多少人真正懂 只是懂 诶 书子不可以卖给和尚 书子卖给和尚要有办法 什么叫办法 和尚没有头发 为什么要给你买书子呢 可是如果你跟他讲 哎呦 卖不出去我会失业的 和尚就会应酬你买一把 同情你 ok 这个就是三流的成交 ok 就是同情 或者巴结 三流的成交 那 二流呢 诶 乡客需要书洗 买十把 ok 买十把 乡客需要书子 ok 跟客户做朋友 他们要跟客户做朋友吗 和尚要跟客户做朋友吗 和尚要跟客户做朋友吗 送给乡客买十把 一流的成交呢 带客户赚钱 诶 你不如买一百把 把礼物送给客户 ok 他会添更多的油的 ok 太光了 过后还可以卖给客户 他会添更多的油 一流的成交 带客户赚钱买一千把 来 有没有区别 有没有区别 所以成交分成三个境界 你在哪里一个境界 八节顾客 客户同情你 你刚刚出来做保险的时候 你不是叫表姐支持你 表姐支持我一下啦 给我买一个保单啦 三流 对不对 二流呢 跟他做朋友 还不错啦 还不错 一流呢 是带他赚钱 等下慢慢你们就会明白了 什么原因我们丢失顾客 丢失顾客 只有五大原因 ok 第一 我们没有跟进顾客 没有去佛罗阿 有心买的 有心做的 没有去佛罗阿 第二 说话没有进三角 说话没有层次 说话没有阴阳顿挫 什么叫进三角 我们讲了吗 我们要先懂得聊什么 七二一嘛 ok 先聊什么 聊他的需求嘛 ok 在谈价值嘛 才在谈成交嘛 阴阳顿挫 我们不会 只是聊一个东西 死死聊一个东西 ok 再来 不懂挖掘客户的内在需求 ok 不懂挖掘的内在需求 明明他不需要这个产品的 你也讲这个产品好 ok 没有意思吗 你要给他知道他真正要什么 顾客会感觉到你的真诚的 ok 不懂经营自己的流量 对的 我们不懂经营自己的脸书 不懂经营自己的TikTok 不懂经营自己的私益流量 所以我们丢失了顾客 ok 没有三年思维 ok 不懂得顾股东 不懂得顾顾客 不懂得顾团队 团队是我们的第一道门 你不懂得顾团队 团队就不懂得顾顾客 不懂得顾顾客 你就没有生意 没有生意 谁要投资你呢 所以你就三个都没有 三输模式 所以为什么跟三赢那么重要 跟团队赢 顾客赢 股东赢 不要想到共赢这么多 可以搞好三赢已经不得了了 ok 所以为什么会丢失顾客 这个东西screen起来 跟团队做blendstorming 为什么我们会丢失顾客 到底谁没有跟单 到底谁不会讲话 丢一个问题给他 ok 丢出顾客每次面对的问题 顾客讲产品很贵的时候应该讲达 顾客讲我们不知名的时候应该讲达 一定要做blendstorm的 成交三不及认知 ok 语述 然后再来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认知 ok 三不及 ok 别急着说话 为什么我们一直成交不到 一直要讲话 跟他讲做讲师一直要讲 ok 我们永远记得 听比讲还重要 听比讲还重要 别急着说话 听顾客在说什么 第二 了解客户的需求 别急着卖货 别急着一直把货卖出去 先了解客户的需求 就很像我做成交首先这个课 在MCO我布局了一个月 我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闭关 来设计这堂课程 一个月 为什么 我知道 我不觉得说话 我懂客户要什么 我懂客户现在要的是手钱 要成交 所以我在这个一个月 我就研发了这堂课 第二 我不急着卖货 用了一个月时间研发了这堂课过后 我知道客户的需求 我才出来卖货 ok 第三 别急着收担 好 不懂分享价值怎样收担 所以今天我一定给你看到 这堂课的价值 我才能收担 我没有分享到价值 我要怎样收担 对不对 所以不管我们是做零售也好 ok 做任何事业也好 这三个真的不能急 真的不能急 ok 记得Skin shot给你的团队成交三不急 夜急 夜成交不到 来 隔急 隔急 任知了 我们知道隔急 为什么事业做大 胸怀要够大 隔急要够大 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 宰相肚里能撑船 那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以前一个奸商 他做这个秤 卖米 他都是做九两秤的 做不租的 为什么他要吃别人的米 他要更好赚 然后呢 他要死的时候 他叫他的儿子 他跟他杀儿子讲 做八两秤 吃更多 才会爸爸 然后呢 儿子叫这个铁匠做 铁匠呢 就跟他做了一个一斤一两的秤 做了这个一斤一两的秤 哇生意更加好 为什么呢 人家讲 这个儿子不像爸爸 ok 反而生意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做事业越来越好 我们需要胸怀 那为什么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小呢 很简单 我们成交不到团队 我们的胸怀太小 我们总是斤斤计较 我们成交不到股东 我们不懂得分钱 股东离开我们 ok 这两个做不好的话 顾客你成交不到的 顾客是不需要老板去成交的 所以老板的功课 要懂得怎样成交团队 团队自然会去成交顾客 对不对 所以你的胸怀一定要称大 老板是称大胸怀的 所以团队的胸怀也要大 ok 要容得下你的下属 容得下你的上司 ok 最后一个叫做方案 ok 以述认知方案 ok 最后一个我讲方案 ok 比如讲方案 今天我讲例子 拿波商时代的课程来学习 来 什么叫方案 今天我要成交你 ok 我的文案一定有方案吗 来 比如 来放大一下 波商时代 是我的教Tiktok的一堂课 如果这堂课让你搞懂新媒体营销 你要来吗 方案 ok 第一个方案让你搞懂什么叫做新媒体 Tiktok是新媒体的四大金刚的老大 现在 ok 第二 如果这堂课让你用新媒体创造个人品牌及品牌影响力 你要来吗 方案 ok 如果这堂课让你掌握短视频的秘诀 善用短视频曝光 你的营销战列你要来吗 方案 如果这堂课让你的传统企业也能够利用新媒体做引流 达到成交 你要来吗 方案 如果这堂课能够让你找出品牌定位 所以引爆你的个人特色你要来吗 方案 如果这堂课能够让你了解Tiktok快速脏粉 你要来吗 方案 你就是下一个企业明星 跟上趋势短视频为你的品牌说话 方案 好打小 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交不到 语速不对 格局不对 认知不对 方案也不对 所以语速 ok 格局 认知 方案 很简单的 可是我们有去做吗 没有 我们总在用着我们以前的方式 那我今天成交你们 我也是用这四大方案 ok 够吗这些 还不够 我给你们讲 我要给你们分享成交最大的力气 慢慢再听 好不好 所以你take你的朋友进来 你的朋友会很感恩你今天take他 他会听到 可能他平时没有听到的 实战的成交知识 ok来 来 成交事部 以速认知 格局方案 明白的 马上按一个E 来 明白的 马上按一个E 来 我看到很多朋友 跳朋友进来 很棒很棒 三流的成交 百结客户 刚才讲 二流成交 跟客户做朋友 一流的成交 带客户赚钱 想不想学 想 想学欢迎来到欧益捷晴上学院 成交授钱 三天的课程 成交三个境界 成交产品或服务 不是卖产品 是帮客户 解决问题 ok 聊天聊得他 主动想给钱 啊 这是一个境界来的 聊天聊得他 主动想给钱 今天人进来了 为什么你不要成交他呢 ok 你的产品好 你不成交他 给别人成交的不好产品 不是害了他 今天我的产品好 你进来了 我一定成交你 我一定要成交你吗 不然别人成交你了 别的课你学不到东西 我不是伤害了你 所以我的课如果好 我为什么不要成交你 ok 来 再来 成交三大核心 ok 第一大核心 我们要懂得成交团队 ok 懂得成交团队的人 是不需要做工的 第二大核心 我们一定要懂得成交客户 你懂得成交团队 基本上客户就没有问题了 第三大核心 高手都是懂得成交股东 股东才会把钱送来 如果没有把钱送来 我们的生意怎样做大 靠自己存钱的话 存到老 都还不够 所以我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 都是没有存过钱的 我是一个不会存钱的人 可是我是一个会用钱的人 我是一个会投资的人 我是一个会用钱杠杆的人 这些都是成交的一个方程式 所以在三大成交里面 只要你学会成交两个东西 成交团队跟股东 基本 你是不用什么烦恼的 认同了GCR那个E 来 谁应该学习成交 有的人问老师 这样谁应该学习成交呢 来 第一老板应该学习成交 OK 微商应该学习成交 老板 老板不懂成交团队 我们要讲打仗 微商不懂成交顾客 我们要讲把事业做大 销售人不用讲 销售人是基本都要懂得成交的 不然这样成为top sales 所以组织性行业 所有的组织性行业 地产也好 微商也好 销售也好 都是组织性行业 都要学习成交 OK 传统企业也需要学习成交 来 专业人士 一定要学习成交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再加上你有成交的智慧 你讲对你的企业有没有加分 再来 政治家也要学会成交 OK 网红呢 当然要学会成交啦 不然怎样成交粉丝呢 对不对 然后 应动员也要学会成交 然后 企业家也要学会成交 这些人都要学会成交 OK 来 为什么说服不了客户 说服的艺术 来第一个 感觉 感觉 OK 为什么要相信我 感觉吗 感觉重要不重要 所以今天 你会听我的课感觉 这个人一对的 倾听 为什么要关心我说的话 所以我们说服客户 我们要懂得感觉 第二个 倾听 那第三个呢 理由 理由 支撑产品需要案例 要给他一个理由 我做一个例子 你会明白了 没有我的BBT有跳是吗 没有啊 好来 跟你分享一个地毯成交的故事 OK 地毯成交的故事 感觉 倾听 理由 OK 今天比如说 高级地毯很贵耶 今天你卖地毯呢 两副你来看地毯 OK 很多人觉得 买便宜地毯就好了 怎么买高级的呢 OK 花七二一法则 刚才我给你分享七二一法则 七二一法则 七十八仙跟客户建立感情 二十八仙的时间谈价值 十八仙用来成交 七二一 七二一不管成交任何高手 有的人问 诶 老师 我做保险呢 我要成交大客奖 七十八仙 建立感情 OK 我们的时间是喝茶吃饭的 喝茶吃饭水水的 OK 好 今天你要成交大股东 投资你 七十八仙 建立感情 他相信你 他自然会投资你的 项目是不重要的 人是最重要的 你相信我 人是最重要的 OK 有时我的项目的模式很普通 可是我佣子很容易 因为人是对的嘛 所以你的人一定要对的 OK 来 给你分享一个故事 什么叫感觉 OK 然后一对付你 走进了一个地毯店 要挑卡片 挑卡片 然后呢 挑顺人走上去前问 来 通常会面对什么问题 今天人一进来就进去前问 Hello 先生 你要买什么 通常你会怎样 我看看一下 然后就不鸟他了 是还是不是 是不是你们的心声 是还是不是 来 是的话写是 来 写是 然后 妇女顾着自己聊天 没有理他咯 我们都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 就没有理他咯 我做教育 是做到我的团队 不用上门的 如果我的团队上门找你 要上课吗 你一定不鸟他了 所以来 再来 小顺人在一般聆听 我们不需要讲 可是他们妇女进来嘛 父亲会跟你儿讲话吗 会不会 女儿会跟父亲讲话吗 他在前面走 你在后面听就好了 在那边听 你去懂还要什么吗 聆听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先听一听 好 我发现到 你是 是陪父亲来买地毯的 决定买不买是爸爸咯 就知道 从听就知道了 你听他讲话 就知道谁是给钱的人了 ok 重要吗 ok 听他讲话 讲到妈妈刚去世 女儿要换装修 来避免 爸爸购物失人 ok 父亲一直在聊母亲喜欢的地毯 怎样清理地毯 ok 可是面对家里有个狗 爸爸觉得不要买比较好啊 因为狗弄脏了地毯 怎么办 ok 讲个办 我就一直听咯 听咯 请听嘛 请你过就要理由咯 ok 先向女儿了解家里的设计 需要介绍他什么地毯 你要卖他产品 你没有了解他的家里 英式的 欧式的 中式的 ok 比较大的 比较小的 公路的 ok 再向女儿解释怎样清理 ok 让父亲听到 因为父亲已经抱着那种拒绝的形态了 你成交不到爸爸的 你只有成交女儿 对不对 所以那个抗计心大你不要跟他谈 谈不到的 你跟他另外一个谈先 ok 虽然给钱的是爸爸 可是他抗计心大嘛 ok 然后最后 哇 这个女儿很孝顺哦 带爸爸来选卡片 诶 爸爸听到爽不爽 ok 其实我讲给爸爸听的嘛 ok 说父亲 哇 身体要很健康哦 可以应该多享受天伦子的 心理暗示父亲哦 多享受天伦子的身体还很健康 好 暗示他 安慰他 好 让他 腹痛了他这个伤偶之痛 ok 所以明白这个原理吗 所以七二一法则 明白七二一法则 他按一个七二一 ok 好 明白七二一法则 按一个七二一 70% 好 先聊聊他要 聊聊他的心理 先知道他要什么 ok 20%才参与的产品啊 不重要的 最后10%才是成交 ok 很棒 好 开始按七二一了 来 成交故事三个阶段 ok 第一个阶段 选一个跟产品有关的故事 ok 团队 今天成交团队 产品 股权 项目 要有故事 今天你要成交团队你要故事吗 什么故事 标杆故事 今天你要看到一个人才 你要一个人才加入你 你公司没有标杆 怎样加入你 ok 如果你是刚刚创业呢 你就用你的故事来讲 你会带他怎样 你会给他什么 一定要有故事 今天你卖产品要有故事 你今天谈股权要有故事 那要投资你不用故事吗 你的项目要有故事吗 谈项目要有故事 所以我们要懂得讲故事 啊 要懂得讲故事 团队啊 产品啊 股权啊 项目啊 都要讲的故事 所以写过总裁路远的学员们 记得 讲故事一定要阴阳顿挫 讲故事一定要懂得用金山讲 ok 产生公民的故事 什么公民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感性的 有趣的 能够赚钱的 好 通常讲故事怎样 开头是痛点 这个产品有痛点 ok 为什么要卖这个产品 因为痛点嘛 比如讲为什么要买 买Apple的电话 很多人不能用电脑 很多人不懂用电话 Apple简单 很多人不能用电脑 Apple简单 对不对 痛点 ok 像我就是用Apple的啦 简单嘛 好 痛点解说 怎样改变 让不懂用电脑的人 也能用电脑 ok 结尾解决痛点 解决客户的需求 解决客户的需求 所以Apple这么会强大 解决客户的需求 99为什么会强大 解决客户的需求 Singham为什么会强大 解决客户的需求 第一个走定价了 电器店马来西亚第一间走定价 ok 为什么 客户担心被骗 ok 担心被骗 解决客户的痛点 痛六个月过后他就飞了 ok 所以解决客户的痛点 来 第二个阶段 真诚分享 不要背稿 讲话自然一点 背稿就是想 今天我背稿的话完蛋 谁想听 人数一定跌的吗 对不对 没有背稿 真诚 非常熟悉的讲成交的故事 用我们的历练 来分享这个故事 如果自己没有历练讲办 跟上司学 跟同事学 用好的历练 用好的历练 变成你的故事 讲不到自己的故事 讲别人的故事 讲不到别人的故事 讲名人的故事 做自己 成交一定要做自己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对不对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不需要为了成交 而讲很多谎言 可是你可以美化 可以加强你的语速 ok 比如讲球星很多 为什么你会喜欢他们 这些都是世界级的成交高手 Michael Jordan 成交高手 为什么打篮球那么多人 你会喜欢他 他用什么成交了你 他用他的影响力成交了你 ok David Beckham 他用他们什么成交你 他用他的帅成交了你 他会把他的帅 变成一个影响力 ok Coby Bryant 他用什么成交你 他用他的意志力成交你 你知道吗 我们人生每一个东西 都可以在成交别人 你用关系成交人 你用意志力成交人 你用帅成交人 你用你的球技成交人 你用你的影响力成交人 都是成交 ok so你用什么在影响别人 你用什么在成交人 成交高手都有一个特质 什么特质 懂自己的强项 不要做不是自己强项的东西 很像我懂我自己强项 18岁毕业的时候 在想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修车 看他手黑黑不敢修车 我懂强项不是做修车的 ok 我要做装冷器 我懂我不能够爬高爬低 我爬高 ok 我要做炒规调 我怕油烟 我发现到 500强企业里面 超过一半是做销售起家的 我决定做销售 我去卖部 ok 然后 卖部过后我决定做老板 我觉得我可以成交团队 成交团队过后 我觉得 诶 我可以做讲师 ok 我觉得我的口才不错 所以我懂我的强项 ok 打球也好 ok 打球也好 不管做什么东西也好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强项 ok 成交高手 都是懂自己的强项的 第二 他们都会为了成功而坚持最后的努力 很像我会为了给我的学员最好的课程 而我可以闭关 我可以努力 我要做到最好的课程 而且做到最好的时候 我还会要求更好 我这个课程上次成交非常的棒 ok 我们年年一楼已经接近一千人 ok 但是这次的学学大会 我又在改版 我又改了二三十八千 如果我听过了 应该明白我改版了 直到我改版了按一个E 为什么我要改版 因为我永远记得我要精益求精 我要给我客服我学院最好的课程 我为了成功而坚持努力 自律 成交高手对我的特质 Kobe Bryant 他讲过一句话 你看过四点的LA吗 自律 有谁可以四点每天起来跑步的 他为了成功而坚持 我可以每天看书 我可以每一天都看书 为什么 我知道做一个讲师 一个导师 智慧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去看书 我们的智慧根本应付不了我们的学员 ok so 自律 懂我的强项 口才 为了成功而坚持 自律 所以当你要成为一个成交高手 这三条你基本一定要有 ok 明白的安逸 来 Kobe Bryant ok 你见过四点的LA吗 每天坚持四点跑步 这个东西 这个精神 有没有成交你们 有没有成交他的粉丝 为什么求心那么多 能够成交人的就是那么少 你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求心那么多 能够成交人就是那么少 讲师那么多 能够成交人的就是那么少 ok Top CS那么多 来来七七都是那几个 你有注意到吗 你的公司Top CS前五名都是一样的呢 只是那五名换来换去罢了 你有注意到吗 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吗 做保险做地产的 做围伤的 而出名的就是那几家 你有注意到吗 很奇怪的 为什么 他们都有以上三点的特质 他们都有以上三点的特质 ok 这个这三个特质 他们都有以上三点的特质 这三个特质 所以你有找到你这三点的特质吗 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 ok 很像 我的学员很多也是这样 好像尼尼 她知道她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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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跟美有关 为了成功而坚定 如果你交美了 你自己一定要漂亮 ok 致力 每天早早起来 五点起来 应动 ok 所以成交高手的特质 ok 所以你要成为成交高手 你必须要这个特质 数据调查成交 50%的人 在找到第一次失败后放弃 一样的 今天你上课 你拿了这个方法 721你去做 第一次失败放弃 哦不能的 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成功路上一点都不拥挤 因为50%的人第一次是放弃了 四分一的人第二次失败后 才放弃 剩下15% 第三次失败后 才放弃 只有10% 在第四次失败后 才放弃 而真正成功的人呢 真正最后能够成交的人呢 永远都是那么少 跟球星一样 真正能够成为球星 真正能够成为明星 唱歌的就是那么多 演戏也那么多 影帝就是那几个 唱歌的那么多 天王就是那几个 你不相信你算香港天王 周轮发 周星之 刘德华 古田乐 我跟你说你相信吗 十指手指数得完 你记得的 歌星也是一样 为什么 就是那么少 因为只有一%的人 能够相信自己 只有一%的人 能够坚持下去 一百个人向大客户成交 经过四次进解构后 只有一个能够坚持到最后 我希望今天在线的 都能够坚持到最后 今天在线的 都能够斜的方法 落地 赚钱一点都不难 收钱一点都不难 成交一点都不难 你的老师是过来人 你的老师没有背景 没有学历 都能够熬到今天 真的 我以前要买面包都没有钱 风筷的时候 要买一个面包我都没有钱 我要买肉干 我记得我要买肉干肉丝的面包 两块钱 我拿不出两块 我心里在流泪 风筷 为什么我会穷到连两块都买 买不起一个面包 今天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买什么都可以 只要我想要的 我都能买 今天 只要我想要的 我没有让自己失望过的 我在七年前我就做到了 七年前 我就做到我想买什么 我就能买什么 为什么 我掌握了成交手权的秘诀 ok 我都把这些变成仿城市 ok 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ok 没有靠山 我能做到 今天在座的五千人 每一位都能做到 想不想学成交手权的仿城市 想 ok 想的话 ASTAG OOE 今天我还没看到OE 今天要出OE了 来 想的话 ASTAG OOE先 先ASTAG OE 来 OK 来 继续 OE是有结果的吗 我能够讲老师 我叫你们来上课 OE是有结果的吗 ok 没有结果 我绝对不会出来要收担 ok 来 看看 放大一下 看看上一堂课 零零一届的 也是最近的 就是六月份的课程 Rottenic Rottenic是一位医美医生 自己拥有六七家成所 一流的成交 一流的课程 一流的导师 Rottenic 这一堂课太用心了 成交的formular 都share到完 对了 这堂课会share完成交的formular 医生那么作业 都还在不断的进步 你觉得你应该进步吗 来 李称卫 艺术家 ok 他很像做古的 我看到他的facebook ok 我不情意替人写推荐 好好阅读文藏 作为一名企业家 不断学习是我的宗旨 2012年创业 ok 2021年闭广过后 决定帮名参加CovinkQ的课程 虽然我不是企业假白 Rottenic分享很多知识之信 我都知道和了解 但是 现在的维度在这些TVRottenic的课程 真的不一样 看的东西听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感触 我的理论 人才优秀 卓越辉煌 结合拉豆的思维 战略战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一路的成交 帮助客户的产权 ok 赚钱 上了三年课 我想告诉你拉豆 你这几天的努力真的可以改变 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 我看见你的能量和力量 成交团队十个行得 ok 第三 Forrest Forrest是做久的 做那个久 开酒吧的 ok 我们欧予理事也是跟他合作 来 说真的 不想分享 不喜欢太多人听到这台成交首先的课 可是DDCK一直提醒我们 听到听懂做到的人很少 为什么 落地的人很少 坚持的人很少 ok 这三年的课程让人深受打击 因为战略部队努力百废 真的 方法战略部队努力百废 市场上不确努力工作的人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看到成交都以为是卖货 So 最对不是叫你们卖货 你们已经是卖货的专家 事实重点是 你可以解决多少人的问题 你就能够赚多少钱 ok 再来 无数的见证 历史 一流的成交 一流的课程 一流的师傅 第一天教我们换战场 从红海去南海 第二天教你什么 第三天教你什么 高端成交 修理历史 你看啊 一个企业的层次 关键于换位于思考 来 enry 专专业的IP历史 ok IP 专专业的IP历史 ok 我做知识三天这么久才懂那一幕 一堂成交课 两个小时把IP发挥的灵力尽致 我教你怎样IP成交 今天你养IP 明天IP养你 企业家学会打造超级IP 分分钟收担几个亿 来 看 医生上课 大企业家上课 历史上课 注意看一个东西 比如优秀的人 都在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步 你觉得我们应该持续进步吗 来 有结果吗 来 来 一流的成交 ok 非常感谢企业导师 达特肯定每次把最实战 最落地的课 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 ok CAS LATIN CAS 又是一堂干货忙忙的课 这次的欧位成交 我们怎样懂红海成交到蓝海成交 来 再来 一九刷 刚刚达特的三天成交 如何吸引了这些IP 让我们的行业做得如鱼得水 来 再来 Flylay 做Event 马云在这边的Event也是他做的 这个课程够粗暴 简直是蓝海中的蓝海课程 刚刚达特教我们高端成交 用这么便宜的课程 成交了我一个月 偶心力学的制作 我一个月偶心力学的baby 你来到这里 你只用很便宜的课程 就可以学到我一个月偶心力学的baby 来 Kevin Fong 这三天到底需要什么 打个比一 今天你知道食物与快餐 意大利餐 日本餐 突然杀出了一个企业必吃的餐 你觉得是不是呢 这堂课 你看下面下去 这堂课省了我一个月看书的时间 他们联系 他们是圣记师 在国内国外拿了很多很多的奖 联系三天的成交课程 终于明白 为什么说这是暴力课程 脑袋被轰炸到卡点 心脏被刺激到惭愧 一个不留神就会消化不良 你觉得应不应该来这样的课程 来看看我们无数的见证 OK Sam 讲英文的 OK 成交课程 有人问Banana应不应该上 我很多Banana学员上了我的课 都会爱上我的课 来 William 蓝海车列 红海车列 来 真的服了 竟然被锁到这样直接 DEEP 哪一站的侯爷 服了你 Laduket Laduket是Architect OK 你看他们讲的文案 来放大一下 OK 好 再来 OK 还有太多的实战 你看到吗 Will OK 特别感谢企业导师的三赢 OK 2019犯了三倍 在疫情没有停止 Eason 第一档食育模式改变了Front的战术 业绩占了十倍 好 来 停 我们有无数无数的见证 再花两分钟 给你看看我们的见证 我接下去要跟你分享 什么叫做战列 我再跟你分享 OK来 看两分钟 来看一下 最初看到然后发明上三赢 他教我们的模式 他教我们的作文道理 每一样样 其实他都很深地教导我们 所以刚才我在台上有讲到 我突破点力很大 而且我的生意比起钱已经翻了 又到8倍 你们觉得登方重要吗 9月我上了达到了三赢模式 回到去过后呢 我就连接到了很多项目 我拿下了很多项目 我拿下了全世界OPPO最大手机介绍商 马来西亚的办公室 5万发展 我拿下了Cat 我拿下了这Penta 我拿上了Malaysia HQ 最厉害的是阿里巴巴 刚才那个我也不算是厉害了 厉害的是这个人 在我企业中 他会给到我很大的期待 因为他不交给我们那些东西 他的价值远远比他个家型感 他毫不吝啬 谢谢阿东 我还记得我在9月的时候 是去年9月 去年9月我在三赢模式的时候 我就是来上了这个OE 然后一上 我就爱上了OE 我就上玩这个Million Air 我就上了讲师课程 我就全部上一道玩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平台 因为你看到你这边太多厉害的人了 Million Air里面有太多太多资源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用了5年 我开了6间诊所 我之前还没来OE之前 我没有看到那么远 那么我来了OE过后 在MCO1.0 MCO2.0 我连连续去 我又开了4间 我用了8个月时间 我就开了4间诊所 我每次回来这边 我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学到什么 学到他们的思维 学到他们怎样 从一千万做到一一 就好像DOTO讲的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我好像来上DOTO凯文的课程 在同时 我又跟我的姐学习 所以那一些还没有 五赞Million Air的 真的Million Air真的很好很好 Rotenick 一个那么卓业的医生 那么专业的人 还那么努力 可怕不可怕 我们又没有他们专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一点 我从他的短视频 认识到他 激发了我 就上了他的这个 上营模式 就是我把这个模式 放在我的企业 就是不要我们赢 要给顾客赢 要给我的团队赢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要立我的学生 立我的顾客 把最好的价值 最好的文化给他们 他们转教是非常的快的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销售 达到另外一个level 其实我们MCO 就是在四月份呢 我们就是在一个月 成交了三百千 两个月我们成交了七百千的 这个收入 因为用了模式 我们用了免费模式 用了短视频模式 用了达兜的这个个人品牌模式 所以我们成交了七百千 所以这谢谢达兜 真的 它是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好 三个东西 成交手前 思维 战略 战术 我们先看 先讲Lotny Lotny本身在医美行业 已经很出名了 可是 他们还不断地学习 加强 快速的蜕变 然后第二位 Denson Denson 你看他们在业界 真的是做到不错的 他们也是不断地学习 然后第三位你看 Jason 前年一大瓶颈 去年改变学习突破 现在 今年加入OE的旗下奖师 短短两个月 现在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全网 最火的网络销售导师 Facebook Marketing的导师 就是这样 思维战略战术 等一下再听听 这些都是有formula的 我今天不只是改变我 影响我 我也影响了很多很多人 我也希望下一位是影响你 来 思维战略战术 这三个东西 我会在政客跟你分享 现在我给你分享一个example 巴菲特五个成交的笔记 你看巴菲特是用什么在成交 来思维 什么成交笔记 第一个 省钱 我们的思维总想着省钱 你觉得省钱会发达吗 你应该知道 你的父母 你的公公婆婆也是很省钱 省钱能够赚钱 可是我们要去到另外一个level 不是靠省钱的 是靠赚钱的 对还是不对 认同的话安逸 来 再来第二个笔记 思维 巴菲特的思维 一生没见过没亏过钱的富人 为什么 今天我们要赚钱 我们要学会开始做生意 学会开始合作 学会开始投资 这样我们才知道 这个东西 我们才知道怎样赚钱 我们没有跌过我们的奖长大 对不对 但是来这里 我可以让你少走跌倒的烟网路 OK 第三个 这是巴菲特讲的战略 巴菲特的五个成交笔记 投资而非投机 为什么很多人在股票会输钱 为什么 我们在投机 为什么我们渴望赚坏钱 你试看买股票 如果要买稳稳的蓝筹股 放这 你不要赌身家 你只是放这 这个股我买了放这 一年不要去看它 我跟你说 赢的几率是90% 那个叫投资 因为你要的是这家公司的钱 如果你只是投机 我现在买了 我下个月要涨 涨了我就要卖 买了又买 投机可以 专业咯 如果你是专业 每天盯着股票都可以 如果你不是专业的 千万不要投机 投机死很快的 买东西永远是看价值 而非价格 不是我讲的 巴菲特讲的 再来 得大于财 创始人的德行 是企业发展的天花板 什么意思 今天一个领导人 今天你跟随一个领导 他的品德 就决定那个企业可以飞多高 他的品德 他的德行 他的思维文化 来 再来 人如果没钱 今天如果我们面对钱的压力 没钱 确的绝对不是赚钱的能力 确的是看见未来的人力 我们是否少了看见未来的人力 我们确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中学没有读书 可是我出来社会过特别的爱读书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学问 我没有知识 我根本打不赢这场战 我创业的时候吃了多少苦头 OK 团队 我成交不到 我没有体理智 顾客不懂成交 股东没有人愿意投资我 我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去上课程 十个课程只有两个得到我想要的 八个浪费了我很多的时间 我走了很多人的网路 可是我知道上课是对的 我找了很多书 来改变我的企业的命运 如果我没有看了很多书 看了很多企业的书 如果我没有上课 我可以肯定我的企业十多年前就倒闭 所以我觉得知识太重要 能够没有学历 不能没有学问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钱 今天我们压力 今天我们瓶颈 绝对 不是我们没有机会 是我们没有看见未来的能力 我们不懂方向在哪里 如果一堂课让你找到方向 如果一堂课让你知道怎样去收钱 怎样去成交 一堂课明明白白的给你知道怎样收钱 怎样成交 要不要来 要 要来的话 马上Axtech OE 马上Axtech OE 来 然后有一个OE 明年一讲人就问我 李恩就问我 老豆 当初你负债那么多 我负债最高一千万 OK 在马来西亚一千万算很大了 你知道吗 我负债最高的时候一千万 我负债一千万的时候 我去我又是要回当病 回我老婆家 分到酒后去驾车 为什么 脑一直想东西 很压力 晚上睡觉自己流眼泪 我跟我老婆讲我不懂得怎样 我讲可能会破产 怎样办 没有人可以帮我 我家里没有人可以帮我 我们都是很穷的 我负债一千万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负债一千万会死吗 完全没有方向 所以你觉得上课对我重要吗 那时候在想 负债一千万不是更应该躲在家里吗 还要花钱去上课 还要踩那时候花钱去上课 如果我没有去上课我完蛋 真的完蛋 我去台湾 中国 香港 甚至飞到英国 我走了很多地方上课 十个老师 只有两个老师 好老师 八个 知道了 我们不要讲 所以我想讲什么 我想讲 我出来到导师 我就跟我自己讲 我一定要做一个实战的导师 我一定要做一个 可以帮到学生的导师 包括我签导师 我们签旗下讲师 我们签Lini 小姑 Jason Nickers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我们只有一个东西 会不会卖不重要 不会卖也不用紧 最重要只有一个目的 课程内容一定是帮到学生的 因为欧益出品必属佳品 这是我的原则 欧益出来的导师 一定是要能够帮到学生的导师 会不会卖真的不重要 我跟他们讲 OK 所以欧益出来的导师 全部是帮到学生 包括Kingstreet教记忆 我的孩子都是他的学生 OK 欧益出来导师只有一个 你会注意到欧益出来导师 有一个特色 一定是实战的 欧益出来导师 一定是每一分钟都讲重点的 这个是欧益的原则 欧益的文化 OK 所以 欧益复杂那么多 想靠什么过管 用什么信念来过管 很简单 只要人还活着没有死 我就赢了 有手有家还活着 脑还在 我愿意学习 我愿意改变 我一定能够走出来的 你不愿意走出来 是因为你不愿意改变 永远记得一句话 我很喜欢In Home 创办人Terry讲的一句话 也是我偶遇迷恋的家人 他讲的一句话 我很喜欢他讲什么话 方法永远都比问题还多 我相信他这句话 方法永远都比问题还多 今天你所面对的问题 是因为你没去找方法 你去找方法 你一定能够解决 欧益能够让你找方法 OK 欧益能够让你找方法 OK 你可以看看欧益的口碑 你可以上网看欧益的口碑 OK 来 再来 所以这堂课 这堂成交首先课程 我会跟你分享 中小企业能用的成交方法 组织行业能用的成交方法 只要你愿意去做 然后跟交替都一样的 一定有结果的 我们只要tiktok 你去tiktok看underscore而已 无数的标杆 无数 真的是多到你头 连skinshot都来不及 无数的标杆 OK 这堂课是 老板 传统企业 销售员 组织行业 513 刚才讲到专业人士 政治家 网红 企业家 应动员 很多人说 老师应动员都要上吗 来 看看我们的标杆 陈文宏 陈文宏是世界 这个 这个 世界 拿过这个 世界的这个 以球的这个纪录 OK 杀球的纪录 也拿过奥林匹银牌 OK 来 世界冠军 来看看一下他的分享 来 上欧益过后的分享 来 我是来这里 学习 对我来说 我已经突破我自己了 因为 我从小到大 我都不喜欢 讲话 我不喜欢站在舞台的 因为我没有输出 我连我去英国啊 我打完比赛 我打赢了 人家要interview我 我什么都不会讲 我每天给人家笑的 我去man owner order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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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的东西 我连填风我都不会填啊 给人家笑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可以站在这个舞台 我已经突破了 总裁路演02一届的亚军 陈文宏 强人也不断的突破 你看我们今天放的 学长学姐放的标杆 你看医生 律师 大企业家 运动员 强人 网红 很多网红是我们的学员 你们可以看 他们都不断的在蜕变 不断的在进步 OK 陈文宏靠直播 走出了另外一个高度 在欧益他也开始接到欧益的这个 带人 为什么有影响力 他把做到极致 把乙球做到极致 然后讲乙球的专业 做到极致 来 再来 J&D 福本 为什么能够成交那么多人跟他卖运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满街看到 这个Panda Food 满街看到Grad Food 驾车摩托 Zerz 为什么能够成交那么多的卖运 模式 他们成交了什么 OK 你来到这堂课 你就会明白 好不好 来到这三天的课 这三堂的课程 你就会明白 赛道 为什么会讲赛道 我要带你走出另外一条赛道 现在我们的赛道 为什么你的生意难做 你的赛道 为什么生意难做 你卖的东西跟对手一样 你请的员工跟对手一样 你做的产品跟对手一样 你做的方法跟模式 也跟对手一样 对还是不对 对 那你窄不窄 那你有利润 跟对手一模一样 根本走不出属于自己的赛道 来成交 首先这堂课 我要带你走出你的赛道 走出一条宽阔的路 就算我要把你从海外 走甘泵路也好 都不要在这边挤 如果是更好的 更用心学的 我要带你走这条路 走我们的大道 Sepang的大道 可以跑的大道 可以飞的大道 好不好 所以我要带你打开一个 属于你的新赛道 不要在这个红海施杀 不要在这个行业的价格斗争 好不好 找出你的独特点 你有多少条新赛道 比如说我做生意 我最少有十条赛道 OK 我单单做Gotton 我就已经有很多赛道了 OK Fan菜我可以赚钱 产品我可以赚钱 模式我可以赚钱 OK 然后直营我可以赚钱 OK 你看单单Gotton 安装我可以赚钱 裁缝我可以赚钱 单单窗帘我就有六条赛道 OK 每一条赛道我都有盈利 OE呢 OK 我自己的线上课我能赚钱 一条赛道 我的线下课我能赚钱 OK 我投资的项目我能赚钱 当然在OE我个人就三条赛道 马来班我能够赚钱 马来班个人讲课我能够赚钱 马来班旗下讲课我能赚钱 OK 我华语的旗下讲课我能赚钱 我会整十条赛道 然后再来我的新媒体 OK 新媒体借广告能赚钱 OK 腐化网红能赚钱 OK 你看到吗 打造这个live基地能赚钱 我随便随便念 我都有十多条赛道能赚钱 而且每一条赛道都是海味 也都是这个spank 为什么我的每一条赛道都不会挤的 我绝对不会去拥挤的赛道的 来到这三天的课程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那么挤 三天就三堂课到了 三堂课 三堂课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那么挤 好不好 三堂 想不想用三堂课时间 这些人了解走出一个你没有人的赛道 走出一个你的spank赛道 想的话 就三堂课 OK 来 这堂课将以你揭开 接下来十年 事业上都能够用到的成交战略 我不会交今年而已的 接下来十年 OK 接下来十年 这个是我成交的秘诀 如果不是MCO 我不会把这堂课变成一个系统交出来 绝对不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MCO 我觉得应该把这堂课放上来 这堂课如果我放 放在线下 最少十二千八百 这堂课放在线下最少十二千八百 如果不是MCO 这堂课绝对不可能会在线上 也不可能会在线下 这堂课我也不想拿出来的 这堂课拿出来 在教育界 在窗帘界 在自媒体界 只是在培养我的对手罢了 没有意思的 赌不过的 我这边收钱那边就看到不见了的 OK来 再来 你在事业上能够走出的新赛道 这堂课能够带你在事业上走出的新赛道 好不好 来 再来 为什么我们前南转 就像这个撒鱼一样 红海 你在跟你的竞争对手 打到满血流地 打到满身的是血 怎样钓鱼 钓不到鱼 鱼全部走 降海 降血腥的味道 鱼不好啊 跑 我要带你从红海成交 去到蓝海成交 很多人听过蓝海 可是搞不清楚什么叫蓝海 三堂课 就三堂 一堂就搞定了 我保证你进来的第一堂 就拿回票价 上过我的课程的 上过成交收钱的 如果是第一堂就拿回票价的 按4来 上过我成交收钱的学员 第一堂就拿回票价的 按4来 我相信这边应该有就学员的 来 OK 为什么你很难收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红海食杀 我要带大家 给大家清楚 什么叫红海食杀 带大家走出蓝海成交 好不好 想不想学蓝海成交 记得SFOE 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生意难做 钱业赚业少 我们的赛道少了 我们只有一条赛道 而且要分蛋糕 分蛋糕一定死的 比如说我一个蛋糕 我找了Nini来做讲师 一个我分掉一点 小姑做讲师分掉一点 Jason做讲师分掉一点 Kingstreet做讲师分掉一点 然后慢点 Uni做讲师分掉 然后Nikker做讲师分掉 我没有蛋糕好了 我们传统的企业都是在这样做 都在不断的切走我们的蛋糕 所以我们的盈利一年比一年少 你是不是面对利润一年比一年少 为什么 你不懂得把你的蛋糕变成九层楼的蛋糕 我在这三堂课程 跟你分享 OE怎样把一层蛋糕变成九层蛋糕 MK怎样把一层蛋糕变成九层蛋糕 为什么我有十多条赛道 为什么我有十多条收入 为什么 这些都是方程式 没有人会这样测漏漏的跟你分享方程式 没有人会这样 会这样直接粗暴的跟你分享方程式 但是在OE 你一定能够学到测漏漏的方程式 在OE你一定能够学到 直接粗暴的成交收钱方程式 绝对适合你在MCO过后 直接落地 直接用的方程式 OK 来 再来 好 我要带你进入蓝海成交 OK 成交收钱 刚才有人问多少钱 3980 如果3980 可以给你学会成交的方程式 要不要来 要 我很爱面子的 我是一个讲到一定要做到的人 贤对我而讲不是最重要的 尊重对我而讲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尊重我 讲到做到 我永远坚持一个原则 讲到做到打死不走 当我讲到了 我会教你成交的方程式一定就会教你 OK 第二 如果这堂课你跟这方程式 不管是做个人业务的 还是做企业的 还是做中小企业的 还是做组织性行业的 都能做到收入倍成 要不要来 一定做到 如果你跟这方程式 OK 第三 如果这堂课让你学会 顾客主动带顾客的方法 你要不要来 你有注意到吗 欧益的学员都是顾客主动带课的 有注意到吗 欧益的学员没有好处的 欧益的学员是没有commission的 我们没有佣金制度 没有agent制度的 可是他们都会推荐 你欧益的课程 有没有注意到 OK 这些都是方程式 再来 如果这堂课让你找到成交团队的方法 要不要来 要 成交团队很重要 如果你会成交团队 你几乎是不用做工的 OK 我是会成交团队的 像宝宝讲的 当初认识我的时候 一个麦克登的 怎么会成交这么多爱将跟我打赞 我不用做工 成交团队 好 一个做教育的 为什么会成交成交那么多大将 你看 我身边的主持人 我身边的教练 我身边的讲师 全部很gang的 你注意到吗 为什么 这些都是方程式 如果这堂课教你成交你的老板 投资你开店 教你成交你的老板 要不要来 要 要了马上 OE 再来 OK 有什么行业是不需要成交的 我想问大家什么行业是不需要成交的 没有一个行业是不需要成交的 对不对 所以上了课过后 老板跟团队一定要记得 上了课过后 FFC后第一个战略 成交收钱 现在很值得 现在你还可以叫你的团队去那边上啊 好跟团队一起上一起脑力激当 上了脑力激当 上了脑力激当 是现在的功课 不要再等了 真的不要再等了 好很多人 学了 实战了 落地了 我希望你们学了 实战了也去落地 好不好 成交收钱3980 你有三个选择 学员们 你有三个选择 OK 第一个选择 今天听了什么都不做 觉得3980很贵 不想出 什么都不做 但是卓越的人才 卓越的顶尖人才 都在做 都在学习 都在改变 问我们自己应不应该改变 第二个 自己找方法 自己看书 自己研究 自己找系统 可能找到啊 六个月一年 那你六个月的时间 应该不止3980吧 你一年的时间应该不止3980 OK 你不可能一个月200块公钱 对不对 OK 自己找方法 花一年的时间 然后再走两年的网路 OK 第三个报名上课 我把我这二十年成交的方法 今天直接交给你 只花三堂课的时间 好吧 OK 三堂课的时间 3980 买我二十年成交经验 买我一个月闭馆的时间 值不值得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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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OK 再来 好三个选择 今天报名 再送你 OK 3980 今天报名 再送你 实战课程 线下 线下课程 一堂就已经3980了 一天就已经3980了 我送你 一天 1680 现在我们分组 每一组都有欧英明年一家人 每一组都有成交代卡 互相学习 OK 实战课程一天 这个MCO过后送给你 OK 一天的课 OK 成交首全 OK 另外再送给你 这一堂就已经超过3000了 其实 OK 今天报名 今天报名 再来 免费 这个免费 线下课程免费 来 终身复习 终身复习 还会增加案例 OK 好像我现在开2002是吗 001的进来复习 OK 还有我会放进APP 只要用手机 就可以重复学习这堂课 11月开始 11月开始 OK 来 再来免费 OK 一个user一个login罢了 OK 再来免费 来 进群 OK 今天我们在开群 001的开群 OK 有满点随时可以问教练 OK 6,900 免费 今天免费 OK 还不够 成交首全 看到这张Poster很帅 要谢谢我们的Imaging Kila在今天半天把我赶出来的 忽然间我的MOTO变帅了 为什么会变这个蓝色的 蓝海 要带大家进入蓝海成交 所以我的MOTO在变水上MOTO了 所以 谢谢我们Imaging的Gitaji 设计大师 我讲 太厉害了 你的设计技术真的是 你认第二 应该没有人敢认第一 太厉害了 很WOW 7月23号到25号 晚上8点 OK 晚上8点 教你成交首全 成交团队股同顾客 3980 3980 OK 线上总统复习 给大家讲好了 金群盲点文 再送你一堂的线下课 重点啊 3980 来 OK 三堂线上 一堂线下 OK吗 OK SEOE来 OK 这堂课 你可以学到 成交顾客 成交股东 成交团队 三个重点 只要你跟着方程式去做 是一定做到的 一定做到的 OK 你会奇怪 为什么我总是能够成交那么多股东 成交团队 成交团队 成交顾客 我在7年前 8年前 MK董登 融资就1000万了 我就懂成交股东了 OK 其实很简单的 方程式吧 OK 来 再来 蓝海成交 OK今天报名的 我还要送你线上领导学 三天课程 人本运作 资本运作 市场运作 我要再送你线上领导学 来 教你什么叫蓝海成交 教你什么叫IP成交 外国很多人已经用IP成交 成交几个亿几个亿的 我会教你 来 高端成交 成交心理学 成交授权必然工具 我都会交给你 好吧 这些我都会交给你 OK 想不想学 想的 来 持续 Extech OE 来 723到25号 成交收学五大系统 成交团队 成交股东 成交顾客 三堂线上 一堂线下 这个东西 刚才的福利加起来 是8,900 不需要 OK 今天只需要 3,980 还不够 来 记得我还有送你一个 今天报名 我还在送你以上的东西 再送你三堂 领导学 三堂线上的领导学 OK 就是你最少有六天的online了 最少有六天的online 一天的offline 六天的online 一天的offline OK 我保证第一天我就给你拿回票价 今天前28位报名 不需要3,980 只需要1880 三堂线上 一堂线下 六堂online 加起来六堂online 7月23号 我们线上见 马上按以下的连接 马上按以下的连接 我们再课程见 拜拜 课程见 但一句很重要的 学长学姐觉得这堂课棒的话 马上按一个棒 跟他们讲值得棒 值得棒值得 来谢谢大家 感恩 今晚非常精彩的分享 干货满满的分享 主要在荧幕前你们不要犹豫了 马上报名 参加我们这个成交收钱 1880 前28位只需要1880 给三天的时间 让你掌握成交收钱的技巧 好 我们在课程上见 拜拜 2020年的3月18号 我相信每个欧益家人都面对了同一个问题 就是MCO 我们是店面的嘛 所以就不能开 所以到时还要给租金 还要给薪水 我们又不能不出给员工 因为我们是一个有责任的老板 我还要顾及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团队 团队所面对的压力 还有现金流的问题 觉得不能这样下去 所以我们决定开始改革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Shoppy 是电商生涯 非常感恩Tactalk & Kevin Kiel 因为Tactalk 我们在MCO 成功的突破和突围 开了7间的货场 一间一间一间的开 接下来天天爆单爆单 还是爆单 Shoppy一年的seals 18个million了 从Shoppy也有引流的下线 来跟我打了12个million的订单 总数加起来30个million 这个帅吗 帅爆了 这个是非常感恩Tactalk & Kevin Kiel 因为其实我是010思维模式的学员 之前我其实就已经上了车 就直接爆名是以后 不过我害怕舞台 拖了很久很久 结果现在才来 因为不知道 生命非常宝贵 觉得要珍惜 因为要拖 上了三营模式 我落地文化 跟他们说感应的重要 我尼他 那我们上三营了 到现在 加上我们开始改进 改进很兴衡 在MCO到现在 我们的seals 没有停 不但只增加了25% Thank you 一定要达到27% 不是我们拿回来 是你给我们的 我上了三营莫术之后 我融资了 500千 第二年我开到座可百都百克 今年要开到五间 是最少五间 谢谢大多谢大多 在2017年12月 我上了欧益的第一堂课 这一堂课 教了我很多东西 怎样去经营你们公司 怎样去经营你们的人 怎样去搞好你们的团队 现在我已经是五间分店的老板了 我在这里要谢谢大多 我说Dr.Kelvin Kiu 是你当时把我拉了一把 谢谢你大多 在这么多年啊 我也是上了很多大线 上了很多课程 但是真的没有找到一个课程 能够将落地啊 实在的一个课程 Kelvin Kiu Kelvin Kiu Kelvin Kiu 这一步有多遥远 放了心 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成绩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眼海角时装不变 承诺 常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是念边缘 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相隔了多少年 有没有再见 是不是真的有关约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眼海角时装不变 承诺 藏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 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这一切改变 别过脸前 才知道泪会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是不得 是不得所以回头 放了手 看懂了 就算一切改变 是钻进的手 转过身头 才知道心会痛 要狠下心才明白 就算一切改变 总一步有多遥远 放了心 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曾经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 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 唱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 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想隔了多少年 没有再见 是不是真的有关缘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 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 藏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 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别过脸前 才知道泪会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舍不得所以回头 放了手 看懂了 你走才是钻紧的手 转过身后 才知道心会痛 要狠下心才明白 终一步有多遥远 放了心 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成绩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眼 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 藏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十年变远 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想隔了多少年 有没有再见 有没有再见 是不是真的有关远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 海角始终不变 让我们天涯 海角始终不变 可以回头再见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别过脸前才知道泪会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舍不得所以回头放了手 看懂了别走才是钻进的手 转过身后才知道心会痛 要狠下心才明白 总一步有多遥远放了心 看懂了不放的是一些成绩 给我答应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眼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常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我们会再见 现在是念边缘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习惯离别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想隔了多少年 有没有再见 有没有再见 是不是真的有关缘 是念边缘 给我们答应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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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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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想隔了多少年 没有再见 是不是真的有关缘 给我那一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边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会再见 别过脸前 才知道泪会流 就算一步有多遥远 放了心 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曾经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边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 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习惯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想隔了多少年 又没有再见 是不是真的有关远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边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 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别过脸前 才知道泪会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舍不得所以回头 放了手 看懂了 别走才是钻进的手 转过身后 才知道心会痛 要狠下心才明白 终于不有多遥远 放了心 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曾经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眼 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 唱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是连边 人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想隔了多少年 有没有再见 可以回头再见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别过脸前 才知道泪会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舍不得所以回头 放了手 看懂了 转过身后 才知道心会痛 要狠下心才明白 總一步有多遙遠 放了心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曾經 給我答應 我們會再見 讓我們天夜海角始終不變 承諾 唱在心裡面 什麼距離都不算遠 給我信心 我們會再見 現在是連邊緣也會想念 可以回頭再見 就算一切改變 我們會再見 習慣離別 習慣說著再見 然後又想隔了多少年 沒有再見 是不是真的有關緣 給我答應 我們會再見 讓我們天夜海角始終不變 承諾 藏在心裡面 什麼距離都不算遠 給我信心 我們會再見 現在思念邊緣也會想念 可以回頭再見 可以回頭再見 就算一切改變 我們會再見 就算一切改變 就算一切改變 我們會再見 別過臉前 才知道淚會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舍不代 使不代 所以回頭 放了手 看懂了 比走才是鑽進的手 轉過身後 才知道心會痛 要很小心才明白 總一步有多遙遠 放了心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曾經 給我答應 我們會再見 讓我們天夜 海角始終不變 承諾 唱在心裡面 什麼距離都不算遠 給我信心 我們會再見 現在是連邊緣也會想念 可以回頭再見 就算一切改變 我們會再見 習慣離別 習慣說著再見 然後又想隔了多少年 沒有再見 是不是真的有關緣 給我答應 我們會再見 讓我們天夜 海角始終不變 承諾 藏在心裡面 什麼距離都不算遠 給我信心 我們會再見 現在是連邊緣也會想念 可以回頭再見 就算一切改變 我們會再見 就算一切改變 我們會再見 就算一切改變 我們會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边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过脸前 才知道泪会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舍不得所以回头 放了手 看懂了 你走才是钻进的手 转过了身后 才知道心会痛 要狠下心才明白 走一步有多遥远 放了心 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曾经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想隔了多少年 又没有再见 是不是真的有关缘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别过脸前才知道泪会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舍不得所以回头 放了手 看懂了 你走才是钻尽的手 转过身后 才知道心会痛 要狠下心才明白 要狠下心才明白 总一步有多遥远 总一步有多遥远 放了心 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曾经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面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习惯离别 习惯说着再见 然后又想隔了多少年 又没有再见 是不是真的有关缘 给我答应 我们会再见 让我们天涯海角始终不变 承诺藏在心里边 什么距离都不算远 给我信心 我们会再见 现在思念边缘也会想念 可以回头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就算一切改变 我们会再见 别过脸前 才知道泪会流 要走向前才明白 舍不得所以回头 放了手 看懂了 里头才是钻紧的手 转过身后 才知道心会痛 要狠下心才明白 终一步有多遥远 放了心 看懂了 不放的是一些成绩 给我那一步 给我那一步